报告事项 各位同仁 那么今天的议程上午是市政总质询 下午是小组活动 现在请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 第十次会议记录 时间中华民国106年5月17日 9时32分至12时21分止 第一年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降落互表 列席市政府市长图形者等22人 本会秘书长李佩玲等两人 主席乡议长熟理国副议长明斌 报告事项 一出席人数以达法定人数主席宣告开会 二本日议程上午市政总质询 下午小组活动 在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 经大会无意义认可 本日议程上午市政总质询 质询议员王美慧 戴玲 王陆慧 胡大为 蔡维旭 黄秋泽 蔡隆峰 张绣华 陈之文 陈信之 蔡永泉 黄影志 郑光宏 张龙藏等议员 达护主管 建设处代理处长 赖明黄 市长图醒哲 环保局长张志成 文化局长黄美贤 教育处长于昆龙 消防局长舒耀新 交官处长郑军健 公务处长李建贤 都发处代理处长陈永轩 卫生局长黄维明 警察局长张永华等单位主管 执行要点 黄美慧议员 探讨市民中央广场 移转建设处管理 维护移服体制议题 探讨相互公园 施设大型看板功能 等议题 带领议员探讨市府官员 为置身全土铺路 铺路支部法行为 及文化局 以台义大合办新创奖活动 为公开评选招标 巧立名目等缺失议题 并请市长不宜袒护官员 黄鹿会议员 探讨文化局举办新创奖活动 应进行利益回避 请文化局应以加议事为重 并尽速导正等议题 探讨湘湖公园大型看板 光害老营 极限运动场规划 以及树木被绳索缠绕等问题 建设处应 严以改善之道 探讨南新国中探索体验 协校杂草虫升级管理维护 趋势问题 互大为议员 探讨南新国中探索体验 协校开放旗程与环境卫生等问题 探讨德安分队管理户地辽阔 消防局应于西区 增测第二所消防分队 保障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并研议增边消防人员 危险加急额度等议题 蔡维旭议员 探讨火车站西测广场整建工程 师傅应将周边环境凌乱现象列入规划 并透过林里长社区营造协助 采取易景点方式提升市容景观 黄秋泽议员 探讨市区AC计划道路 与基层道路开辟相关问题 公务处应提供基层道路认定与否相关资料 公餐并探讨林里相容道路开辟工程 引花名愿议题 蔡隆峰议员 探讨容机遗产业务效率差 以及指定建筑线缺失等问题 师傅应重新研讨容机移转政策 保障居民之权益 张绣华议员探讨市张EQ政策 教育处对血统午餐时应应对策 且应加强供应端之管控 及考量费用转嫁问题 以提升血统用餐安全 探讨卫生局进行食安抽验 应建立SOP流程保障商家权益议题 陈资文议员探讨取缔 违规停车未待安全帽 与化设黄线等议题 警察局执法前应有配套措施 交关处对住宅区停车位不足现象 应研议改善之道 随性之议员探讨文化局 办理新创奖活动提升 本市能见度 坚请应邀请在地学校协伴 经费部以外流等问题 探讨国际管业节采集活动过程 与参加团队稀少及人员招待不周等议题 并请文化局应改善活动缺失 黄盈之议员探讨鱼果菜市场工程缺失 并且建设处尽速改善围墙设施 探讨东容远环整修工程建设处 应改善民众占用远环设施 及家常管理维护等问题 蔡永泉议员探讨家有铁马道 环境脏乱植栽种植 修剪能行道设施 立地铺设 税子交装护栏 深缩凤设置 及障碍设施等各项管理维护缺失议题 郑光宏议员探讨校远读品泛滥问题 是否应突破妙栽验读之法令限制 研议于新学习前面取得家长同意书 各局处亦应共同联手推动反读政策 张永泉议员探讨警察局长任职后 对县市交界之了解且应落实高风险族群 安全推动警政策政策 加强通报机制 全国查器毒品方案等业务 征询事项中午12时开会时间 以届主席征询大会同意时间 延长至议员花言结束 三会12时21分宣读完毕 好 请问各位同仁 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 好 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确认 市政总质询 好 各位同仁 现在开始进行市政总质询 那么今天上午登记40分钟 总质询的议员同仁 共有两位 第一位是傅大伟议员 第二位是黄陆会议员 那么截至中午12时指的剩余时间 是议员同仁的共同发言时间 首先我们请第一位傅大伟议员来发言 大会主席 市长 各议局主管 各议员同仁各民族朋友大家好 在这边首先我只是要提醒一下我们市长 这是最近有些市民在跟我反 叫我提醒一下市长 说市长最近比较了解了嘉义市政 所以有些政策对嘉义市民是越来越 有嘉义市民有感受到市长的用心 但是他们也希望我再次提醒市长 有些事情是迫切需要要做的 有些事情不是迫切需要要做的 就像中正公园的匿名案 很多人都在反映 这个不是迫切需要的事情 跟市政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这个有争议的议题 希望市长先以市政为先 先以市政为先 这是很多市民叫我跟市长提醒的一件事情 在这里 我首先要请问一下我们公务处这里 我们都知道公务处最近我们一直在推断污水下水道的整治的工程 嘉义市有中牌 北牌 南牌 东牌 还有正在规划的湖子内 这个整个的重划区 然后我们知道中牌我们目前已经有污水处理系统正在新建中 然后南牌 南牌本身是用进化池的方式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我本期有去看过 然后排出去的水还是蛮污浊的 然后我们东牌的部分 东牌大概一般人都不知道东牌在哪里 东牌大概就是在嘉义大学陆寮里这边 然后从中益桥前面出去 那一条叫中牌 中牌目前是还有生命的 但是中牌本身因为有嘉义大学 还有那边的邻近的住家越来越多 所以说渐渐有污染的情况下 然后北牌本身都完全没有 但是北牌我们又称它为黑龙江 所以北牌的污水整治非常的重要 然后湖子内的重划区 有没有做这样的污水 先做好污水处理厂的这样一个设备 然后处长请你简单的回答一下好吗 整个派水系统的规划 雷处长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副议员的一个指教 跟副议员报告 我们现在嘉义市开始做污水下野道系统 它主要目的就是把雨水跟污水把它做分流 这个叫分流制 那我议员刚刚所讲的那些排水系统 其实是雨水下野道的排水 那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污水下野道 所以我们这些排水的水值都非常的差 刚刚提到北牌几乎是黑龙江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刚刚也有提到说 这个陆寮里的这个排水区 它已经有渐渐受到污染 的确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来新建这个污水下野道系统 就是要解决这个污染物 继续排放到我们的这个区域排水里面 也就是我们的河川里面 那这是一个大致的情况 至于说湖子内重化区呢 依照重化的这个基金里面 他们是会去分担它的污水管线的埋设 那这部分呢 依据一二三期的新建工程 已经完全的铺设完毕了 所以未来呢 湖子内里面的这些污水 它一旦做完用户接管之后 它的水呢 会在跟我们的这个污水下调系统来做衔接 那衔接之后有两个点 一个是在我们的湖子内路 跟未来的所谓的健康十二路 那个交叉点 那第二个呢 是在我们的南京东街这个地方 跟新美六街 这边也会有一个衔接点 那整个衔接点其实就是在我们所谓的 湿子里跟这个叫新安里中间的这个交界 那未来它会衔接完之后 再顺着我们新明路的这条主干管 然后再衔接到垂阳路 那经过铁路之后呢 再送到我们的这个北港路的那个污水处理厂来处理 所以整个的架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处长 现在本期是要探讨的就是说 湖子内这个冲滑区 如果说有做好规划 不要 在这个是一个新的冲滑区 我希望整个以后 那湖子内冲滑区出来的水都是干净的水 就在湖子内这边是不是就本身就设置一个污水处理的系统 在这边就把它处理掉 不要再排到中央排水系统去了 然后中央排水系统已经是一个很污浊的一条系统 而且现在市场又有在探讨说 要把垂阳路的再线我们那个垂柳垂柳的信封帽 如果说你汇水进去的话 你那条西你要怎么从民生来路再下去 你那条西还是永远都是一条死西啊 永远不可能成为洋柳在线 这样一个催洋 我们小时候催洋路这样的一个印象 所以说本期在这边还是都是再次的建议 我们这次先湖子内的污水处理厂 在那边先坐 不要等到事后再觉得 我要打开垂阳路的时候 这条这么大的一个系统 这么一百多公顷的地方 竟然没有一个污水处理厂 这是本期要跟你强调的地方 我们先把它规划出来 先做好一个污水处理厂的一个系统先做 这是本期的一个建议 当然在这里我们就要探讨到 我们既然是市长是想要把吹洋路打开成为一条青色小溪的话 那我们先不要去探讨这么深远 我们就探讨我们目前加一次还有四条溪流是有生命的 我刚才讲的东排还有生命 我们中央排水系统在短足里的上半段也还有生命 然后我们的北白之线在公园的这一段交流处 王天里跟这边还有生命 廟云南落经过廟云南落这一条也还有生命 但是我们几乎都是到了市中心来之后 这四条溪流才逐渐没有了生命 包含我们的南潭 我们公园这一条溪流一直到新生路都还有生命 然后以前新生路之前 底下没有用水泥的时候 那时候一直到了下河沟之后 那条溪流才是没有生命的 然后本期之前也曾经建议过 是不是我们既然我们的医政博物馆 医政博物馆正在整治 以后的宿舍群也会在整治 然后把中间这条排水沟先把它打开 因为引进来的水到这边应该都还有生命 可能是经过了林生东路大排中间的所有的汇水过去之后才没有生命 然后我们是不是把这里全部打开来 让我们的这条溪流的生命 所有的溪流生命一直呈现出来 然后也让以前旧间的风貌也呈现出来 这是本期希望我们市长还有我们公务处这边对我们四条野心 现在先加以重视 不要等到都没有生命了 再来去探导 然后嘉义公园这条上有限的住家很多 我希望开始做宣导 然后一些汇水的处理要开始整治 庙林囊都这边本期都有亲自去溯析过 我还有去溯析一下 然后真的去了解 然后真的现在再不赶快整治 再不赶快去救这四条野心的话 这四条野心将来就没有了生命 现在已经感觉到十年前 我刚去悬山医院的时候我去搜寻一次 那时候还闻不到什么臭味 十年后这四条野心几乎都有味道了 但是还有鱼类 所以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样的洁净 所以说本期这边沉重的 像我们公务处这边呼吁 先救救这四条野心 先借救这四条野心 让他生命再现 不要等到没有生命了 再花大把的钱下去救 就这四条野心 这是本期的要跟处长建议的 谢谢 然后本期这边也还要再请教一下 我们那个东一路21米计划道的 这个的进度到哪里了 还有那个鲁山桥的提访的 那个延伸的进度 跟一言报告 东一路它跟卢山桥的改建 是属于生活圈道路的一环 那银建署已经核定我们7.8亿的一个工程费用 连同这个土地取得的费用 那目前我们已经将整个土地 因为需要做都市计划的变更 那整个计划市府已经通过 目前送到内政部银建署来做核定 那整个工程会由银建署那边来做设计 那应该在今年底发包之后 就会来做进行设计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至于提防那边的一个修阻 因为它是中央管河川 所以是由五河局那边来进行 那他们目前是先以这个输郡 就是把既有牛丑西里面的一些沙石 能够把它输郡完毕 来做一个第一优先 因为这个可以增加通宏的一个断面 那至于说未来是不是要在修阻提防 他可能会来跟东一路这边 因为他会去考虑到东一路一旦提升之后 因为他的这个路机会做大概一米左右的提升 那未来的排水是不是可以顺利的 以重力排的方式排出去 那会做一个整体的考量 大概目前的一个进度是这样子 东一路这边每红下雨都会淹水 所以东一路委的这些住户 他们都有个噩梦 所以说淹水的问题我希望尽快想办法 领防的延伸 我记得之前 之前吴宜仁委员那时候已经中央已经答应说要延长一公里 我记得那次说明会我也在现场 这个建议是我跟吴委员建议的 他去向中央争取的 然后本身我们那边的志鸿池的进度呢 志鸿池的进度还有抽水串的进度 目前后装志鸿池的这个施作啊 那个工程已经大致已经完成了 所以他志鸿池的功能呢 如果在今年应该是可以来发挥他的功能 但是因为他整个区域的这个急红的 急流的面积啊实在是很大 所以要靠这个后装直排衣的志鸿池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撤离解决的一个方法 还是要把东一路 他做整个的这个路面高层的提升 同时在东一路湿做的时候 我们把那个排水的干线 能够顺利的来调整他的高层 让他顺利的在大水的时候 就是大雨来的时候呢 可以排到堤防外面去 这是一个比较这个彻底的解决方法 呃事实上就事实上那边会淹水的问题 主要是排宣洩不挤嘛 大大水来宣洩不挤才会 才会从卢山桥的旁边溢水出来 本所以说本期当时也有建议 建议是不是我们盖抽水站的 用抽水站的模式 到时候大水来的时候 我们用抽水站的模式来来来往外抽 这样子比价我相信比价容易去解决问题 因为当牛头溪水排 大排的水流量太急的时候 侧排根本就排不出去 侧排根本就水流根本就出不去 所以说他才会倒灌回来 所以本期上次 以前也有建议过说 是不是在那边设一个抽水站 我希望出展在这个方面 能够再多加的去规划一下 是的我们会列入考虑 事实上在这里我还是要再建议一个 就是巴掌溪景观桥的周边 我们知道巴掌溪景观桥的周边 我们有这两年都有搬个黄金森林木 森林木种的非常的漂亮 但是到了堤防之后 那个杂草重生 这个杂草重生是不是能够像对岸一样 我们对岸一样 整理出来成为一个酋长 或成为一个花园 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多一个休闲 休闲的好去处 既然景观桥都做了 两侧就要让它有一个连结性 让这样的一个景观 能够对岸是一个休闲运动场 我们这边是一个景观花园 让这样的一个景观桥 能够对称起来 处长 谢谢议员关心 而且这个巴掌溪人形桥的预算 也谢谢议员的支持能够通过 那这个桥的设计会在今年七月完成 八月就来发包 所以为了配合这个桥的一个工程的发包 它在靠近弥陀寺这一案的一个 就是下桥之后 整个区域是不是要做一个公园 甚至广场等等这些 然后再连接到我们 黄花枫林木这个堤防的这个防汛道路 目前我们是把它列为二期计划 那二期计划呢 我们已经签办要委托劳务的设计标 已经在进行了 那希望就是说 整个设计完成 包括到对岸过去 我们的对岸那边有运动公园等等这些 我们希望把它串起来 以后那个地方变成是一个 我们市民休憩 甚至是我们家里是一个新的一个观光景点 所以二期的计划一定会配合 一期的计划来发包 然后同时来完成 那这个整个希望在明年的大概九月十月 这个时间点能够来完成 好的 我希望厨长把它规划好 然后花 竟然要当要做一个警官角 就是因为那边是美美的 漂漂亮亮的成为一个新的 新的卖点 是 希望好好的规划 厨长请坐 好在这边我再来要请教我们 能够教育处这边 处长我们都知道我们西区有很多的休闲运动的地方 东区目前是有一个休闲运动中心之外 其他的户外可以共运动的地方 事实上比西区少很多 西区有好几座风雨球场 还有好几座户外的篮球场 然后但是东区大概只有我们体育馆旁边 那个一个半的球场 实际上东区爱好打篮球的人也非常的多 本区在这边也曾经 要在三二三的去争取 我们在图住馆后面 希望能够有一个篮球场 上次好不容易中央也补助下来 却因为见闭率的问题被收回 然后好像这座要转到自然国小是不是 这座风雨球场 还是本区在这边 如果说是因为见闭率的问题的话 我们是不是不一定要做风雨球场 我们只要做一座球场就好 然后那边大概可以做一座球场 然后旁边再摆一个半座的一座半的球场 就像体育馆这样子 我相信爱好打球 为什么本区会在这边一直要争取一个球场呢 因为这边是最不会吵到人的地方 都没有住家 荒原大概500公尺内找不到住家 所以说不会吵到人的地方 是来建一个球场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本区在这边建议 出场风雨球场的 这个区块是不是我们还是继续的研究 让再来建设一个篮球场 让喜爱打篮球运动的这么多的青少年 还有很多的朋友 好朋友们 让他们有可以打球的地方 每一个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爱打篮球 好多人都跟我说 东区真的找不到球场 然后体育馆一个球场 然后那么多人要打 然后每次都在那边排队 排得很久 所以说本区在这边再次的建议 这个球场的部分要再争取 然后本区还要再请教一下 这个应该算是教育文化财政 三处共和来研究一下 我们的图书图书馆的 可供学生读书的地方实在是太少了 家里只有两处 一个是在文化局 一个是在世贤图书馆 这两个地方 然后民间有我们九华山地震图书 他有用了一个图书馆 然后其他工部门 中有有用了一个图书馆 图书室 来供我们家里市所有的学子来读书 然后我 我女儿 她很喜欢去读书馆读书 然后每次 常常都要跑 没有一大早七点多 跑去排队的话 可能就要跑两三个地方 搞不好还找不到图书的地方 最后还是就要回到家里面 甚至跑到学校 把他们班上去读书 所以说家里市的图书 图书室这种可供学生读书的地方实在太少了 家里市有那么多的闲置的空间 是不是 文化局这边 财政处这边 然后教育处这边 你们三个单位是不是共同来找寻 有什么地方可以闲置的空间 闲置的教室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让我们家里市的这么多的心心血脂 有地方可以读书 然后这个因为三个处 我就请市长 市长你来打吧 这三个处 好 请图市长来回答 谢谢医长 谢谢副大为 议员对这个 我们运动的关心 那我其实很不喜欢分东西西区 因为这个就一个那个哥哥 聊聊变这个 其实有时候我们东西到西区都比较近 因为看距离 因为我们都很小 但是你说这个学校 这个需要一些运动场所 我是非常认同 这个我再请教出来好好地研究看 究竟学校的运动设施不能开放出来吗 那如果可以看这个 是不是这个会快一点点 究竟学校的一些场所或是其他场所 不能也来当成温书的 就读书的 这只有两个地方 的确是少了一点点了 那这个说不定我们来用 既有的这个闲置空间 以及学校既有的空间 我们先来整合先来了解来规划看看好不好 希望市长赶快把它 我们有很多闲置空间 我相信要规划也很容易 闲置空间的再利用 是会比较快 只是有一个舒适的读书的一个空间 然后在这里本期 这个有很多的同仁都讨论过 但是还是有好几位 理事长叫我一定要再问一次 就是自然国小 护士幼儿园 希望赶快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幼儿园的问题 然后还有 是不是所有的公立的学校 能不能增加幼儿班数 事实上处长之前也打过 这个是会比较幼儿园 希望胡岛势力的成为会比较幼儿园 我希望 因为这几年 经济真的很不景气 然后 年轻的上班族 这些 这些 这些上班 年轻上班族的小孩子 真的 读取出来都读得非常的吃力 我希望在胡岛 胡岛方面 在宣导方面 是不是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加一室是不是 有的 因为很多的教室都是闲置空间的嘛 都闲置空间 然后所有的学校 是不是可以增设幼儿园 各国小的话 增设班级数 每个 这方面 我也请厨长这边 好好地研究一下 厨长 你的看法是什么 简单打一下 请于厨长来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副委员 对我们幼儿园的一个关心 那这边跟副委员来做报告 就是这几年来 尤其是三年来 我们幼儿园成长的比例 已经成长了 已经到达20%的一个 提供了一个招生的原额数 已经成长20% 就是20%了 那这个目标 我们会持续来进行 那 我也跟副委员来做报告 去年我们光公幼的部分里面就成了四班 今年就多了五班 明年还继续成长 那今年 去年 前年从小区子非应力幼儿园以外 今年我们也成立了 从文国小的第二所非应力幼儿园 第三所非应力幼儿园 我们目前也在筹备阶段 这个都按照我们既定的阵度来进行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市民 能够一个优质的一个幼儿 提供他的学习环境 这个我们会来努力 好 这个我希望我们加快脚步 然后如果说是可以 有些私立的 也可以辅导他们成立 改为回营利幼儿园 对不对 如果有运验的话 我们也会来努力 OK 我们希望好好的去辅导这个区块 在这里我就要请教我们社会处 然后事实上我们社会处这里 我们都知道 稻宅服务 我们也办了很多的服务项目 然后本期视频所要问的是 稻宅的沐浴服务 然后我们都知道 家里面万一有人中风之后 然后很多的家属 刚刚发生事情的时候 一个看护申请下来 大概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才会申请到看护 然后万一家境比较清寒的 他还请不请看护 都必须要自己来沐浴 但是 但是 要一个 伸张者的沐浴是非常的困难 要翻身要洗 然后这个 一定要有很好的专业 然后高护沐浴本身 我们家家里似乎在这个区块 只有一个医院 就是我们圣马 圣马在做 圣马其实也只有一组人在做 他们本身还要负责家里县的部分 然后家里县市 就这么一组人在 再来服务 所以说 可以说是很多的 刚刚发生这样子 重大 重大 加密 发生重大伤病的人 的时候 往往都请不到沐浴 他们 他们也不 甚至有的人 还不知道怎么帮忙洗 然后 然后所以说 在这个方面 是不是 处长 我们在 到家沐浴这个区块 能不能再加强 补强 好 请张处长来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副议员 的确那个 沐浴车的 这个需求 目前我们家里县市是 中华圣母 就是 马尔定他们的体系 他们在 在从事 这一部分的服务 那当然 我所了解 他们一开始 只有一部车 可是现在后来有 正列到 好像两年多 两年前就有正列到 有一部是在家里县 专门在服务 那另外 一部是在家里县 那这一部分 我们也一直在 要协助看能不能纳到 整个长照2.0的一个服务范围 的一个项目里头 那我们也 积极在跟马尔定这边来做协助 那如果他们有相关的一个需求 包括那个人员的一个不足 是不是要透过我们的一个职讯 来训练 然后能够补充这一些造福人力 这我们也会积极来援力 来从事这一部分的一个作业 本行师强调 因为真的是不够 因为车子 一部车子过去帮忙沐浴 要一组人 一组人下去 一天 一个早上顶多洗 洗两位长者 因为还有车程的时间 还有饭装的时间 所以说 一天 他们顶多 多梳洗四位 最多 最多只能梳洗四位 但是加一是每天发生重大伤病的 我相信不止那么多 然后不要说是天天到大家去洗 一个礼拜洗一次 可能都还排不到 所以说这个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地 有迫切需要性 我希望处长赶快 再赶快沿你 这个到载沐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然后在这里 就是我还是要再请教一下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都是 很多上班族 家里面也有很多的老人 甚至有很多的私自老人 常常我们都在找私自老人 常常都在找私自老人 然后 是不是我们 我们家一是 要设立一个 类似这样子 老人日间照顾中心 用幼儿园的概念 用幼儿园的概念 然后年轻人他们要上班 把家里面的长辈 把家里面的长辈 七点他们上班前送 他们要上班前 就送到这样的一个脱育中心 到他们下班的时候 再把他接回去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 就不会经常再找私自老人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对整个的社会 社会的一个集体 我相信一个集体照顾 他们在这个地方 有专业人士帮他们照顾 有专业的老师帮他们做护建 叫他们做很多的事情 或者找回他们的记忆 然后我相信他们会留在这个区 这个园区内 不会说一天到晚在 警察一天到晚都在找私自老人 然后业务非常烦重 然后没有超过72小时 碍于法令 没有超过72小时 又不能通报私中人口 还要再等 然后这中间 人民就骂 把警方骂翻了 都不帮我找 然后像我本身是家里 是纠丹协会 我们就常常通知我们纠丹协会 我们纠丹协会就派员去帮忙找 然后这个 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区块 我们是不是把它做一个 类似老人日间照顾中心 用幼儿园的概念来做 好 这样子 处长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副议员 那的确 私自证的一个增加 这是整个未来 人口老化之后 会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目前我们家里是 其实东西都 两区其实都有 相关的一个私自证 这个日照中心在执行 那另外在长照2.0版 那这一部分 中央也相当重视 那我们市长又特别重视 所以我们在整个一个 私自证的一个照顾 我们也积极来做从事 尤其相关的一个人力 还有经费的益助 我们因为目前私自证两个区块 就大概就是那个马尔定 马尔定医院 也是中华圣母基金会 他们还有一个团体家务 那那边也有 然后家机的体系 在那个 那个中 北新街 北新街那边也有一个 所以我们目前还是 应用整个一个需求 我们还是积极来在做协助跟辅导 呃 事实上他们 他们那边 他们不是全天 全天的啦 他们是属于 呃 你送来 上上一节课 上两节课 或者 然后他们就回去 然后 对私自老人来讲 我 我本期刚才是要强调的说 有些私自老人啦 或者一些 呃 半残的 或者家里面没办法照顾的 但是他还行 还可以行动自如 我们是不是用幼儿园的概念啦 用幼儿园的概念 把这些 这些人 把它就集中起来 我相信 呃 做子女的也很放心的 把它放 放在这里 然后不是说 欸 他上了一节课 上了一节课 一节课放他出去之后 越找不到人 然后更 更惨 对不对 然后本来就做私自的 放到 上了两节课 三节课 然后 然后 后面的三四 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往而去找人 本来是说 用幼儿园的概念 然后早上送去 然后到晚上 让子女下班回来 再把她借回家 然后 然后 然后这样子 在这 在这样一个幼儿园里面 他们可以 他们 他们有 他们可以 有共餐的 有 有可以教他们 教他们学习的东西的地方 本期是要提供 这样的一个概念 概念性的问题 然后 助兰请坐 然后 在这边 我想要 请教我们 交通处这里 事实上 事实上 我们家一试 目前 我们常常在讲 我们有房间 风荧幕的 风荧幕记 油浪花记 南花云记 阿波洛记 然后 本期 这边所要强调的 可能也关系到 我们建设处这边 事实上 我们 我们有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花记 本期 又要在 再而三者再强调 我希望我们建设处这边 是不是把嘉一试 每一个公园都 让它特色化 让它特色化 特色化 特色化 每一个公园 都去种 种一些桥木 会开花的桥木 然后让我们嘉一试成为一个花都 一个花都 然后每一个 我相信 只要我们种个三十棵 四十棵 在一个公园里面 种同样的 同样的一个花 花的话 在一个区域里面 当它开花起花来 就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壮盛 然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办 类似这样子一个 一个 一个花记 像 油童花 本身在 在幸福山丘这边 园林在这里 它刚开始的时候 也只有三十十棵 到现在可能有六七十棵 然后 然后 就可以办一个花记 然后 南花云 在 也是在东一路这边 它那边也只有三十十棵 然后我们就可以办 不过 像我们 黄金黄霓木 在 在我们本身的 军慧桥的 蓝色这里 它也只 只有一排 一排大概 我那天 稍微算了一下 大概也只有三十几棵而已 就可以办一个 因为花多 聚在一起 就是一个很美的 很美的地方 所以说 本席在这边 是不是建议 我们交通处 然后找 我们建设处这边 找一些公园 有些 我们有很多的公园 还有很多的空地 我们把它种的美美的 种的漂亮点 然后一段时间 让嘉义市 永远在追花 永远在追花 嘉义有三十几个公园 嘉义目前有三十几个公园 然后很多地方 你都可以来 来集体的来种 种完之后 成为一个步道也好 或者成一个花区也好 我相信 对 就可以成为一个美美的花区 然后交通处这边 是不是来设计一个 花都的旅游 然后来行交嘉义 处长 我先请教 建设处处 处长先打吧 那请秘书长来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议员 关于副议员所建议的这个案 相当的好 那我们会来一起努力 来看看 跟交通处一起来努力 我们把花 种在可以种的地方 让它形成一个 树大辨市美的一个意象 那这样配合它软体 还有观光的招揽 可以让我们整个嘉义 定时每四季里面 都有不同的花 在不同的公园 来形成一个主题 我们会努力朝这个方向来做 那这一点 市长他在景观会报的要求 所以我也会去请秘书 嘉义大学临近的景观教授 来给我们做适当的指导 谢谢你的建议 OK 好 然后 那请坐 那交通处这边我就不用 不用 交通是这样子 嘉义自行车道的部分 我希望你能够把它贯通起来 嘉义自行车道 然后可以成为 因为嘉义车忽远不大 然后发展外围 整个观光外围圈的交通步道 自行车道 我觉得是有它非常非常的可行性 然后在这里 我等一下再请秘书 一起回答 本期还是要再次的强调 我们的蓝蓝风景区这个区块 然后本期去出国的时候看到 有那个流离吊桥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卖点 每天每天都大排大排长龙 要去看要走这样一个流离吊桥 然后事实上全全世界目前可能还没有 还没有任何一座桥是夸坛的 夸坛的 本期也曾经建议过 是不是我们在蓝坛风景区这边 有姐妹坛这边 广胡空这边 搭一座 搭一座那个流离吊桥 夸坛的流离吊桥 让它成为全世界第一座 也是台湾的第一座 然后成为一个观光卖点 事实上我们嘉义的蓝蓝水舞 已经是很多的市民都会来这边看 月影谈心 还有很多的公共艺术造景 都是很好的卖点 然后本期也曾经建议蓝坛 蓝坛就让它成为一个蓝坛之都 整个蓝坛广直蓝坛 都说每年请嘉义大学 种一万株的话 十年来就有十万株 然后我相信这样就会成为蓝坛 然后蓝坛就有很多的卖点 不止一个随伍 不止月影谈心 不止随处可以看到蓝坛 蓝坛有很多种 然后一年四季都可以开 石乎蓝 蝴蝶蓝 大概一年四季有很多种的蓝花 然后请嘉义大学 今年种石乎蓝 明年种蝴蝶蓝 后年种加德利亚蓝 再来种拖鞋蓝 我每年这样子种不同的一万株的话 我相信十年下来 整个蓝坛就会有呈现不同的风貌 然后每年都会有很多的观光客来散花 然后蓝蓝后山的步道也需要再加以整治 蓝蓝后山的步道大概非常的有很多都败损的地方 希望厨长这边好好的去去注意一下 然后蓝坛本身也有很多的生态 我们怎么去包装这样的一个 来到蓝坛就是一个景观之旅 然后很好玩的一个地方 然后蓝坛本身前面还有一个停车长 我之前也跟财政处这边建议 这个停车长是不是踩OT案来规划成为一个商圈 然后让一个好玩的地方一定要有一个商圈 然后有一个商圈之后带动整个的旅游的一个气氛 所以本席都曾经跟财政处这边建议过 希望财政处去那边有一个工有停车场的部分 是不是踩OT案 然后配合这样的一个景观造景完之后 让我们南南风景区成为嘉义市最美最棒 人人都想去的一个地方 然后处长江东处处长您 好那请郑处长回答 好请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副议员 副议员您关心的部分 我们后续再积极去办理 可能也包括这个自行车道的串联 那另外这个蓝潭的这个跟加大合作 去做一些兰花这个部分 那当然还有些蓝潭的部分 我们现在目前也都在办理这些蓝潭的生态小旅行 那这个部分都积极在办理中 那另外您提到那个停车场 就是在那个蓝潭DC外围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是一个停车场用地 那这个是叫做停15的一个停车场 那这个停车场的部分 目前已经在办理这个BOT的一个可行性评估 那后续请规划公司完成规划之后 后续再去做所谓后续的招商的动作 那您提到那个蓝潭跨桥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可能涉及这个自来水公司 还有涉及经费的来源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认真地纳入评估 以上给您做回复 OK好 这样子 希望跟财政书这边有那个停车场的问题 由财政书这边来规划 然后其他的问题 希望厨长这边也好好的规划 然后在这边 本期还要文化学这边 因为时间不多了 本期只是用带过的方式 美术馆 本期非常在意美术馆的进度的问题 需要你好好的去规划一下 还有我们石油馆 还有交纸桃馆 这方面我都希望 还有我们益政博物馆 这四大馆 这四大馆 我希望我们处长 然后能够好好的去做规划 给我 好 谢谢傅大尔议员40分钟的咨询 那么继续我们请第二位黄陆会议员发言 议长 市长 市府各一级主管 还有我们的议会同仁 媒体先进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四十分的总咨询 首先我要来请教我们今次的处处长 处长 我们昨天有讨论到香湖公园 那香湖公园已经开放了两年多了 那你知道在香湖公园 宋鹏碑附近有一座厕所吗 来 好 请你回答一下 好 谢谢议长 谢谢黄议员 第一 那有一个是 较早的那个便所 叫博爱公园的旧厕所 不过真是方便 蛤 你说怎样 有一个厕所 没错 有一个厕所嘛 对不对 那目前你们的状况是封闭的 对吧 我们香湖公园面积有多大 有25公顷 25公顷 那里面的厕所有几间 这 议员很关心这个厕所 那所以我也请我们的同仁 就这个厕所如果要去把它附建的可行性 这也评估看看 那我们下午会来做一个评估 我知道你是现在才开始评估了 因为你刚接建设处 但是这个问题我已经不止一次 是有在市底下还有大会上做讨论 那次会议我就已经谈过了 来 下一张 这是它的后面嘛 来 再下一张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 然后镜头可以拉近一点吗 其实现在之前整理的很糟糕 现在整理的比较好一点 来 下一张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拉近一点 它这边有标示 男生 来 下一张 女生 这一看就是知道是厕所 然后下一张 我还很认真的 垫着脚 上去拍它里面的情形 它里面你们外面贴仓库 可是里面实际上它还是厕所 我就搞不懂 为什么 你们要把这样子一个厕所 有厕所功能的 要把它变成仓库 然后如果说你是把它变成仓库 那你原有的设施都还存在那里啊 那你这样子 民众每次 尤其是老人家 他有妖怪 他想要上厕所的时候 明明就有厕所 可是他不能用 他还要走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才可以找到厕所 我真的不知道说 我们市政府到底有时候 为什么没有办法贴近民意 就是这样 很奇怪的想法 你明明厕所就在那里 而且他也不是不服使用 你看整个万关 你们整理的也还不错啊 代表说如果你们愿意做 其实是可以把它做的好的啊 可是你们却 一次又一次的浪费国家资源 明明就是本宋 你偏要把它做仓库 那你既然要把它当作仓库使用 那你就要有仓库的样子嘛 是不是 那厕所长 那真的这部分 你什么时候可以改正 包括议员 这一个设施 他们有他的历史背景 我去了解清楚一点 当然 厕所在那附近 可以让人使用 公文很多人出去 可以用到 但是 它是有富民的影响 说有些不良的分子 在那里做不法的行为 但是 你这样解释不大对啊 厕所不见的 就是不良分子 可以在那里行为 那你其他的厕所呢 你只要把它做得更美观 然后灯光更充足 那看起来就像观光地区的厕所 我相信 没有人会躲在那里 是不是 你这样的解释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还是要叮咛你 是不是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可以提供民众 可以去使用 你有沒有问题 因为我在想 秘书长 你的知情率还不错 那我相信 你来这些处 一定可以给我们的市民 很好 很大的福利 那最基本的公园的配备里面 就是必须要有厕所 还有香湖公园 那么大的公园 我们其实最基本的 邮居设施 当初处长有答应我 到现在都还没有下文 对 一个公园不是老大人的去而已 两个小孩也都会去那里修用 有时候家长带着孩子去那边 连个基本的设施都没有 这个实在是让人家觉得 很难过啦 是不是 那 律师长 你的旗程可不可以给我 大概有多久 那你可以恢复使用 我来研议看看 我去查房的结果是说 他要再摆五十米的污水馆 还要确定做那个化粉池 所以我来实质上捏这个时间性 可是他原本就是厕所 没有 他就是说去把这个化粉池抹是怎样 当然自然都要说 在这个实质的使用上 是要便宿这个东西 而且他已经有这个女帝了 再把他精修 没有关系 因为那个律师长 是 技术上的层面你们去克服啊 那我只想要知道结果 对不对 他原本就是厕所 所以你相对的 他原本的设施设备 就是一定都会具备的 那为什么 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 什么化粉池 什么水管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问题 这个匪于所思 我也很不解 因为他以前存在在那边 他就是厕所的功能啊 那为什么 现在会有这些问题 那你们就自己要去检讨啊 这个民众不用去帮你们 想这个问题 我们民意代表在这边 也不需要去帮你们 解决这个问题 技术上的层面 你们自己要去克服 但是我要说明 给议员能够了解 埃及支持 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当然啊 你如果让民众便利 我们都会支持啊 好不好 那秘书长您请坐 谢谢 我想市长上任之后 一直希望 可以打造健康防老 云端的城市嘛 那自卧城的概念 我想不外乎就是要让市民 居住的更便利 更健康 也更安全嘛 那还有更舒服 舒适的生活 那我们长期都可以发现 其实在嘉义 空造成我们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据我所了解 根据世界卫星组织最新的统计 从每年时 PM2.5悬浮为利索 造成的慢性病人数 已经达到700万人 而且这个数据还一直在攀升 那世界卫星组织之所定的 它的P.2.5永远值为10毫克 10毫克立方公尺 台湾年平均超标30到40 为利方公尺的 每增加5毫克 心血管疾病就提高55%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每增加10毫克立方公尺 寿命会少活200天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数据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警讯 那我们现在少园 一直有一个政策 就是在推那个空无旗 我想要来请教一下 我们的环保局长 你们这个数据 这个数值是从哪里得来的 请环保局长局长来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黄议员 黄议员指的是我们那个 P.2.5的数值 你如何取得 是依照那个环保署 在我们这边设的那个监测站的数值 对 那你知道设在哪里吗 设在嘉义大学的新明校区 就新明校区嘛 据我所知环保署 它在嘉义有设三点 一点是在那个太保 一点是在铺子 一点是在新港 一点是在铺子 然后嘉义市唯一的一点 是在新明校区 那我想这样子问了 它这样子的一点的设 这样子数据的统计 有没有办法涵盖我们嘉义市的范围 当然它显示的啦 它是从整个台湾的那个尺度来看 所以它显示的是大尺度的那个资讯 那如果说从我们嘉义市来看的话 当然我们是比较小尺度的 它就没有办法完全反映我们 我们的状况 所以你的意思告诉我 这还是不够的嘛 是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边只是依照环保署 它所收集的资料 然后发布而已 所以只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大范围的内容 那我现在再请教你 学校它如何取得我们的数值 怎么样去告诉学校说 我今天要升哪一种颜色的棋 我们就是靠这个数据吗 是 我们现在就是有律定嘛 一天我们会律定两个时间 来公布这个空气的部分 那早上就是八点 那中午的时候十二点 你会再公布一次 那个局长 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嘛 嘉义市 它的数据得来 是因为心灵校区嘛 那假设啊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跟你听 胡子妹 前阵子一直在施工 所以她那边的空气品质 是非常的不好 新安国小就在那里 可是哦 你们每天学校 依据你们的 八点十二点 去升这个空屋期 对不对 她所得到的空气品质 的数据是心灵校区的呢 对不对 就算学校有感啊 她发现今天空气污染 品质非常的差 可是因为 你们给她的讯息 是统一的 每个学校升的棋 是由你们发布的 是由你们发布讯息 学校得到讯息 就算她知道说 我今天空气品质 非常的不好 我还是要升那个棋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很奇怪 来 局长你请坐 市长 如果说每一个学校 都依据环保署 所给我们的这个大范围 的数据 来升这个棋 你觉得我们孩子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就是因为 装住这个蛮贵的 那这个环保署 是以这个 大大的宏观的 这个来看看 每个县市的变化等等 重点是在看变化 以及说 最后的事情 有没有达到这个变化 就变好了 所以他们用的这个部分 那这对这个 我们家里士 或是对一个小地区来讲 的确用这么大的数字 跟这个是会有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里次有 甚至我们已经申请过三次 环保署没有给我们接受 是我们也认为说 我们如果放在屋顶上测的 因为它这个是十公尺 等于三楼高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测 那种人的距离 也就是说 在这个交通上来测 会比较准 跟我们健康比较准 所以这个部分的确是 还要载有一些更细腻的进步空间 那刚刚好 现在大家在研究比较便宜型的 我们叫做空气核子 那因为有这个空气核子 他们也给我们几十个 那我们也就 让学校可以来测 当然学校来测 如果你说 你测学校要测 就要跟他们要接送期 又不是说接送期的旁边 也不一定 所以这个部分变成一种 侦测本身 大概是没有办法改善 但侦测才知道好不好 才有改善的成果预计 所以这个部分是用来教育用比较多 真的是侦测 就可以来让它比较正常 市长 我想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你觉得空屋对人体的影响 因为你是医生 对不对 你应该非常清楚说 空屋对人体的影响有多大 那我刚刚也有举一个例子给你听了 也有数据告诉你 这都是大数据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是不是要做 我们如果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你既然要成为一个智慧的城市 我相信我们只要架设一个平台 然后收集资料 就像刚才市长你讲的空气盒子 我们要布满每一个点 在校园里面 据我所知 嘉义县跟我们一样 它嘉义县有两点 我刚才有说过了 库子跟新港 可是嘉义县政府他们有感于说 这样的数据对我们 侦测得了的讯息并不正确 所以他们在每个学校 还有市场甚至大型的 大型的景观地区 他们都有设置空气盒子啊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民众 让他们了解说 今天的空气品质是怎么样 那我们才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啊 当我们空气品质不好的时候 你要戴口罩 你不可以去做基业的运动 像学校就不可以办校庆 等等像诸如此类的东西 那我觉得如果说 嘉义是可以整合资源 然后建构一套平台 那每一个民众 他可以下载一个APP的程式 我今天要去哪里玩 我放假带小朋友 我可以直接及时的得到讯息 比如说今天乎来啊 空气品质不好 我就不要去五湖子那样 我可以改到新家去玩啊 对不对 那今天假设香如公园 哇今天空气品质非常的差 我就到228纪念公园去玩 对不对 那这才达到你的健康城市的目的啊 而且这才能够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既然要做 就要做最好的 不要只是便宜行事 那做一个 让大家看这样子 我觉得非常不恰当 而且如果市长你能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话 我相信人民会有感 他会非常有直接的感受 我们市政府真的很努力 好不好 市长是不是可以 这样子的话 是会比较细腻一点 当然一开始空气油脂的准度也是很重要 所以这现在其实还是在测速中 不过这个运务它稍微比较便宜 那嘉义县因为他们跟那个台塑它们呛了很多钱 那我们这里运务没有工厂 所以我当然去跟环保署讲 你应该说被污染地区来算这个空污汽草队 怎么会说污染地区 污染地区我们这里当然很少 因为我们不是工业区嘛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格外精略 可是我们都是要靠 我们虽然不是工业区 但是我们深受其害 对啊 最近因为想 我们嘉义市民说真的 我们嘉义市民是在尝这个苦果 所以你如果讲到这一点的话 我还是要提醒你积极 去跟嘉义县政府 好好的接驾一下 不可以说 事业都他们的贴贴 最近都他们的收 这个苦的是我们嘉义市民 所以就是要去跟工厂 我们再去跟他们要看看 能不能向嘉义县要到一些租源 所以这个部分 不然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要骗预算 那因为以前很贵 坦白讲这个政策很贵 又要正确性 那现在因为有空气盒子 如果他的租料是可以新认的话 我们来骗一些预算来购买空气盒子 这个可能是我们嘉义市未来可以做 那我非常赞成说 只有一个怎么能够代表加义市呢 这的确是不行的 那我会赞成说 如果我们有比较多个 对好像停车场一样 我们就租信用这个云端来整合 那这个让大家随时可以知道 各个地方的空气的品质 这个绝对是租位城市以后一定要做的 这个我们会来努力 所以市长你会朝着是方便努力吗 会一定会 我相信我希望我们可以参考临近县市 因为据我所知台南市啊 他们有布满250个点 嘉义县150个点 那既然人家已经这么做了 就代表 他的数据是可以空谈好的 那因为我们比较小嘛 所以这种比例来讲 我们可能密度还是比他们高 对啊 所以说我们的预算经费会更低啊 所以我希望说市长朝这方面去努力好不好 好 好 谢谢您请坐 那我常常在讲 孩子是我们的未来 那也是我们最需要照顾的对象 那长期以来 在校园安全这一块 我不止一次在议会或者私底下 我们一直在探讨 那这样是我觉得针对校园安全这部分 大家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我也相信说每一个孩子进入校园 其实安全的环境 对每一个家长来讲 都是一个最殷切的期待 那身为母亲的我 我也是很老妈妈的 我常常都在想 一旦校园发生问题的时候 那个一个家庭就这样子破碎了 所以我一直在讲 其实安全它是必须要持续的 要持续的 那持续的跟进 持续的将方法继续的强化下去 处长你认不认同 好请教育处长来回答 谢谢医长 谢谢黄议员 当然校园安全是最重要的 那你也知道嘛 佳伊斯是全世界 唯一百分之百通过国际校园安全认证的 的城市嘛 那你对这方面后续的推动 你还有在进行吗 我跟黄议员来做说明 国际安全学校所有的国中小部分跟幼儿园都已经取得了国际安全学校的认证 那国际安全学校认证它最重要的目的性 其实是告诉我们的孩子 在学校里面如何去应应 比如说他要绘制所谓的危险地图安全地图等等 就让我们孩子很清楚说 在校园哪些地方是有危险的地方 当然就是所谓的死角的区块 这个部分里面国际安全学校学校持续在进行 但是认证的工作就因为全部取得认证了 所以还是持续在进行嘛 对对对 那我一再再谈的 入侵者校演习 你们现在还有持续在办吗 呃 议员我刚才没有听清楚 外人入侵演习是不是 对对当然 这个持续在办 去年我们总共外人入侵校演的部分里面 总共办理了20场 今年从一月份到现在已经办理了13场 那这个办理的情形 各个学校陆陆续续都把它拉为 学校常规的一个演练的一个活动里面 在做进行 那很好 我常在讲 办理校园演习 他不是靠运气 你知道吗 他要靠的是专业的经验 就像市长常常在讲的 要用科学的机制来预防伤害 这你能不能认同 当然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不要用生命去换取校园安全的进步 那针对我上个会期一直在讲的电子围理 我在你的工作报告里面 也有看到这一块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对于电子围理的计划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跟议员来说明 因为每个学校的设施条件跟 等于说每个学校的状况都不一样 那上次黄议员针对 学校设施电子围理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也邀请了 学校里面来做说明 那在今年度里面 学校 也针对学校的环境里面 跟所需要设施电子围理的这个需求里面 我们也报到中央 在跟中央争取相关的一个经费 这个部分人都在努力当中 计划已经含报到中央了 所以你计划有拿到中央了吗 对 因为据我所知 前瞻计划里面 有一个细项就是 亲和性为理的计划 那我不知道说 你是不是从这方面去要的经费 你要回答吗 我跟黄议员来做说明 我报中央的部分里面 就是所谓的校园安全的这个计划里面 是以校园安全为作主要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跟前瞻计划里面所涵盖的范围 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反正不管了 只要是为了校园安全好 我觉得就是要积极去做 因为你们老是讲说 亲和性为理 亲和性为理 但是亲和性为理 其实它跟校园安全是有背离的 这个我们在大会上 已经讨论过了好几次 所以我现在就是针对 电子为理的建构方式 希望你有一个好的计划 因为刚才其实不讲说 你们说的智慧城市 那我希望说 我们可以上次跟市长有讨论过了 市长他的想法是说 红外线的侦测 有时候会受外来的一些影响 可能会有误测的感觉 所以我也去查了很多的资料 现在有很多电子为理的系统的建制 它是非常科技化的东西 别的城市已经有很多人 依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在建制这个系统 所以我在这边 我也希望说 教育处长 你可以到各个城市里面去取经 好不好 不要闭门造居 只是依照我们自己的想法 议员的建议 去做这件事情 议员建议我们都会很努力的想要来 毕竟校园安全这个区块里面 是我们大家所重视的 好 那就希望你尽快把它完成 因为你的工作报告里面有写 106年度 你会把它放进106年度的里面的计划 那当然我们本预算里面没有编这条预算 所以你是跟中央争取的 那我也希望早日听来的好消息 好不好 我们一起努力 好 那你请坐 好 谢谢欢迎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比较严肃的问题 但是因为早上 有一个朋友 他LINE一个文章给我 所以我稍微改变一下 我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我在这边讲一个故事 给大家听 他这个故事内容是说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在台北街头 他开了一间自助餐店 餐厅 然后有一天下午 有一个大学生 在快接近晚上的时候 已经他们快要打烊的时候 进来里面跟龟台讲 要了一碗白饭 当下这个年轻的老板 他说你觉得很奇怪 但是他也没有多问 他就把一碗白饭递给他 那个男孩看了旁边剩余的菜汁 他轻声的说 那个剩余的菜汁可以给我吗 老板娘很亲切的告诉他 并没有不耐烦 老板娘告诉他说 你尽管用不用钱 这时候 那个大男孩交完菜汁之后 他就坐到他的座位上 飞速的把那一碗白饭 搅着菜汁的白饭 把它吃完了 然后这也接近他们要打烊的时间 他又到柜台去要了一碗白饭 这个时候老板娘啊 他就问了他一句 不够吗 要不要我多给你一碗 这个大男孩他回答了一句话 他说不是 我是要把他带回学校 当做明天的午餐 这是一个大学生的故事 那这时候这个老板 他当下有听到 他老婆跟这个大学生的对话 然后他就悄悄的 在他的餐盒底下 放了一些卤汁 加了一颗卤蛋 然后放满白 整整的一大碗的白饭 当男孩看到了这一碗白饭 他也很惊讶说 怎么这么多 然后他就连忙 跟这个老板说谢谢 就离开了 老板娘见了这一幕 他也很清楚的了解 这个老板 他跟他一样很心疼 这个男孩子很穷 所以可是他也很纳门说 为什么你要把肉汁跟卤蛋 铺在白饭底下 老板告诉他说 如果不这么做 我会伤了他的自尊 他下次还敢来吗 如果他转到别间自助餐店 那我们就照顾不了他了 而且他有可能 没有办法吃到这么丰盛的晚餐 所以这个故事 就这样 直到大学生他毕业了 然后 二十多年来 他没有再回来自助餐店 就是老板每天都忙着生意 所以他也没有多想 只是偶尔会想到 那个男孩的背影 一晃也二十年就过去了 然后这对年轻夫妇 也已经五十多岁了 有一天 他接到政府的 拆除违禁的通知 当下他们两位 这对夫妻 非常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们所有的积蓄 都给孩子到国外去念书了 所以他们没有多余的钱 中年失业 这对一个家庭来讲 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 所以他们每天都很难过 每天都很难过 过了几个礼拜 有一天 有一个西装笔挺的绅士 来到他们家 然后告诉他 他们的总经理 希望成立一个员工厨房 然后要这对夫妻 就是去帮助他们 不用什么设施 不用食材 所有的英语 就是两个对半 这么好的事情 当下他听了 非常的开心 他就问 你们总经理 我并不认识 他说 我也只知道说 我们总经理 非常喜欢你的肉汁 乳肉 还有乳蛋 所以隔天 他们就去见那个总经理 一见面的时候 他就发现 他是二十几年前 那个大学生 大学生告诉了 这个年轻夫妇说 他很感谢他们 如果当初没有他们 他也没有办法完成学业 他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我想这对夫妻 他们也不清楚说 为什么 就是一顿饭的恩情 可以到最后 可以获得这样的回报 我想要问市长的 这个社会 如果多一点的温暖 我相信 会多一份希望 那我又要老话重提了 市长 家里市国中小营养午餐 这个议题 我已经讲了很久 非常非常的久 连一个自助餐的老板 他都知道 我们照顾 我们需要照顾的家庭 我们照顾 我们需要照顾的儿童 我们都要用同理心 要尊重 要让他们有尊严的 可以去享受这些资源 那我也期待 因为市长 我们不止一次沟通 我希望今年的年度预算 你可以编列这笔预算 那当然今天时间有限 我还是殷切的期待 这是家里市民 共同的期待 那重点 我要问社会处长 处长 你是社会处长嘛 主管的是社会福利 等等的事情 我想要非常非常 有柔软心 然后要非常非常的 有同理心 然后才可以照顾 我们家里市民 对不对 那前一阵子 在今年的1月初 我们家里市 有一个失误银行的接牌 我想要请问你一下 针对这个失误银行 我们现在净平户 边缘户 还有中低收入户 有多少人 去享用这样的设施 好 请张处长来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黄议员 的确那个 社会上的这些 就是家庭也好 就是族群 的确都需要 我们共同去关心 那目前我 102年 开办的失误银行 就在1月2日 申如议员所讲 我们是把它移到 再跟后面 做一个接牌 那个是一个小的 实体店面 那未来我们 我们已经争取到中央的补助 我们在中正公园那边 会有一个大的一个 尸体店面 我们会来来做筹设 那刚刚议员有提到 这些对象 我手上资料 我们目前开办到资金 其实 每个月份大概都有 不到100户 不到100户 每个月份都 不到 100户 不到100 然后统计 1,000户 6,70 那你知道 嘉义士需要帮助的边缘户跟进瓶户 有多少人吗 那边缘户的部分 你有列册的 你有列册的 没有 边缘户的部分 根据我们两个 家庭福利服务中心的服务 还有我们其他社工在 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把它列到边缘户的部分 大概有 200多 大概有200多 200多户 中低收跟低收的部分 那都1200 不到1300 不到1300 所以总共有1500多 低收的部分就那三款 123款 那其实本来我今天要跟你讨论的 也是说那个据点 这样一点不够 因为长期我们一直在讲 食物银 就是希望整合 所有市政府跟民间的力量 然后去帮助一些需要照顾 还有需要我们去 去保护的这些家庭跟血统嘛 对不对 所以当食物银行 实体银行 他接牌之后 我觉得很开心啊 然后我也是在想 说 如果你知道嘛 一般弱势的家庭 有时候他没有交通工具 所以他要去那边领食物的话 还是一些食指的 那个日常用品的话 他对他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所以本来我还希望说 我们家一世可以 结合民间 结合企业的资源 可以在家一世 多布几个点 然后把这个整合的系统 把它建置起来 可是我觉得很失望的一点 来 监控室 麻烦放一下 食物银行的影片 市长 因为我们都有去参加开幕嘛 你也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的食物 食物 食体银行嘛 来下一张 那你这样子看得清楚吗 他的门是关着的 来再下一张 前后门都是关着的 然后下一张 然后里面 外面是用那个窗面 把它围起来的 然后再下一张 然后透过这个缝 下一张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里面有一些 我们要给民众的一些食品 处长 我要说的是 所谓企业 还有一些民间团体的资助 它是非常可贵的 你知道吗 这里面的东西 你大门不开啊 然后里面的东西 你放在那边 谁去拿 谁去拿 如果那些弱势户 去到那边的时候 门是关着的 他跟谁拿 所以你承认这个实体 银行 做什么 你的食物 你的功能根本没有 发挥出来啊 这让人家心痛 你知道吗 多少企业 多少食权团体 他们很愿意付出 但是他们不知道 要捐去哪里 那今天我们市政府 带领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然后让很多人 愿意付出的人 他可以才提供资源 然后照顾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觉得这是好的 因为在四年前 我就一直在谈 一直在讲食物银行 它的建制的系统 我希望说 我今天要在这边 在跟市长跟处长建议 我们让食物银行 可以在我们家一市立法 可以在我们家一市落实 可以让每一个需要照顾 每一个需要关怀的家庭 它可以借由这样的平台 免于饥饿 你知道台湾现在一年浪费的食物有多少 有好几栋101大楼 有好几万公顿 如果把这些资源把它整合起来 你知道吗 可以让我们国中小的孩子 全国可以吃39年不用钱 结果我们没有 非但没有去整了这些资源 反而放在我们市政府 又是一个浪费 民众得不到 这民众怎么会有勇敢 你知道吗 这非常的扯 你看很多民众 他主的拐杖 走到那边的时候 门是关着的 那种痛 你知道我多痛吗 他唯一的一线希望 又在这里崩盘 崩溃 所以你们食物银行的建构机制 你们根本没有人去管理 根本也没有人 真正去落实这件事情 来 主长你请坐 市长 针对这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最何感想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资源 在这里做重复的浪费 真的很伤百姓的心 那我们后续 你觉得 家医师有没有办法建立一个 食物银行的平台 可以来帮助这些弱势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好 请图师长来回答 谢谢主席啊 谢谢我们黄鹿飞员 对这个弱势朋友们的关怀 非常有同理心 我当然是感同身受 那我说我会去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 总是要有人去服务 那你如果说 去嘛都要有人在那里 那这个排班的制度要做得很好 不然的话 就会变成说 他可能是有放假 甚至还有去上洗手间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市长那我直接告诉你 对 能不能还有人数会用啊 因为不止民众陈寝啊 我有去看了好几次啊 本来我还以为说他是像你讲的去上厕所或者是放假 你有去了解这个 因为我想要去 可是他没有放假 他也没有去上厕所啊 他就是没有开啊 就没有开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说 我们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 没有关系 因为我也很肯定市长 你对又市的一些照顾 然后你开办这个实体食物银行的一个平台 我也很肯定 因为其实说一句实在话 我们一代表就正在这里讲破喉咙 如果市政府他不去执行 他不去落实 我们也无可奈何 所以我真的也很肯定市长 你会朝这方面去做 但是问题已经发生了 不能做假的啦 因为这个这样变成说 好像上下班 没有关系 不然的话是不是来让 这个社会福利的 有爱心的机构来承接还怎么样 这我们来研究看看 让这个书间要写得很清楚 书间在内一定要有人 再做这样服务 这个部分我相信很多爱心的人 对啊像我们现在不是要成为智慧城市吗 对不对 这个系统建制也很方便啊 对 然后民众他随时都可以看到我们哪里有据点 然后有什么东西 我需要什么东西 我就可以去哪里拿到 拿到这些东西 所以针对这部分 我希望市长 可以再督促 我们下面的一些 长官嘛 然后好好的 就让他们更方便 去把它落实 好好的 好 好 谢谢黄鹿会议员40分钟的总质询 各位同仁我们现在大会休息10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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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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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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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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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來,大家 母安啦 謝謝,我請教我們 一個民眾,要認證的 他說本來要叫我帶人 去跟你們認證,我說不用啦 我在議會問一下就好了 我們的中慶路,中慶路那個人家 我們以前有開的協調會 所以說,所謂會協調會 阿伯可能會做儀盆就對了 做儀盆就對了 現在齁 當然啦 我們要政府出錢 來做儀盆,可能有困難度啦 我看完了 現在是說,在法律上一項 如果可以就對了 研究看看,如果可以 我們來用一個,為一個儀盆就對了 大家都要做人家出錢 教那個土做 他拿,他拿做就對了 如果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呢 來,先回答一下 李處長 呃,薛主席啊 薛議員關心這個 這個,周宇鵬的 在法上有沒有困難 先說法 他的法令齁,是建築的相關法令的規範 沒有啦 你現在給我回答說可以還不行 都沒有給我回答到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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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 因為這是... 政治法裡面 可以做到不能做 先說這樣就要緊 你先說可以還不行就好了 因為政治法不是我幹部處 才來主管 那如果可以 如果加速可以 如果可以 他們這樣,他出錢來做 我們有一個度 讓他們 統一 不要說政策一種的 不知道 我們怎麼說 要做什麼法令齁 跟他們說的 什麼法令齁 有的沒有的 現在說他又沒有的了 其實這個... 沒有啦 現在先說法令齁 我法令齁沒有請坐 是 那個... 剛才出來 他擋不擋 他擋 他擋 陳代處長 呃,主席議員 這可能要看他的 資格度面 對,我現在是在說因為齁 六九三個都可以做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他...我看過 應該沒問題啦 你再研究看看 那如果法令齁 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委託 合法 讓他們來 自己出錢自己做 這樣就可以統一規範 我是這樣... 建議你們兩個的單位 我建議你們看看 現在我說 今天補助齁 頭半的 最大面的 就是說 一個... 性侵的加害人 就對了 加害人就對了 老叔就對了 主殺 現在說 奇怪 上面是被害人主殺 現在是加害人主殺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大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大 一天... 佳委處長 你覺得我公布 真正的命 我們現在進度到什麼程度 余委處長 謝謝主席 謝謝副議長 謝謝廖言 上次廖言在關心的 有關補習班實名制的部分 目前都在進行當中 我們要求... 外國...外國... 還可以... 沒有人台... 很少班... 很多人都已經在做了 對... 十五次... 兩星期裡面... 你跟我說... 外國以來... 可以... 這樣比較快 我應該這樣跟廖言人說 因為外國進警 我們會要求... 補習班... 對... 葉子裡面... 我們到的部... 是說... 規定兩星期啦 對對對... 那兩星期... 我外國... 現在外國... 你可以越早越好啦 這當然... 當然... 因為... 這個... 發生這個東西... 變得說... 現在是老師這就對了 這是一個再... 再換就對了 以前... 他就一次... 換換性... 換換性... 換換性之後... 他再做... 做之後...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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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聰明... 比較敢... 勇敢... 你知道嗎 就拿出來... 他就是... 第一次... 我跟我說... 性情啊... 包括... 我們國養市的... 市外國外... 也是敢自己講啊... 有四月的時候... 幾月前... 他敢講啊... 所以... 現在... 已經... 那... 剛剛... 看出來... 他再做... 這標示... 可能... 有病啦... 有病... 有時候有病啦... 啊... 所以... 我們... 要怎麼移行這東西... 一陣子... 覺得說... 第一次... 我們不要再給他... 接受這些學生... 還是說... 不可以做... 如果... 這樣就... 第二次... 可能... 不再發生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雖然是... 預防有限啦... 但是... 就是說... 因為這個... 現成的部分... 不是說... 就好... 還是說... 補教的發生啦... 家庭... 社會... 都...都有就對了... 所以說... 我們要... 但是... 這麼多的談話... 就是說... 既然就現在在講這個... 補教啦... 我們就補教給他... 看得到是不是... 這方面... 這方面... 要怎麼做... 讓他預防... 讓他減輕... 減少這些東西... 發生... 主啊... 我們這樣... 你看人家說... 我們有沒有什麼... 測試... 我們沒有... 你想有什麼測試... 我們要預防... 那這樣補教給我們... 大家好好... 救我們... 你有什麼... 你有什麼想法... 我給... 廖議員做一個報告... 在... 學校的這個區塊裡面... 因為我們的學... 我請問補教... 補教... 補教這個區塊裡面... 當然... 這個補教班... 我們... 目前現行要做的... 第一個就是... 所謂的實名制的問題... 第二個... 我們要去處理的就是說... 當實名制產生的時候... 我要去... 攻擊... 這些補教老師... 是不是有相關... 之前的一個... 前科案例... 這是第二個... 我們要做的... 那第三個... 要做的... 當然就是... 這個再教育的功能... 這個是社會教育的功能... 我們在... 在做努力... 但是... 第一項到第二項... 是教學處... 這邊... 對... 我現在就是... 第二項... 就是說... 他的... 真名... 對... 現在已經都在做了... 對... 第二項... 涼明證... 就是涼明證... 自己... 自己... 自己拉長... 譬如說... 他... 不要在書底下... 書底下... 要向個別輔導... 齁... 這很重要的... 因為... 發生態事都是這樣來的... 他的個別輔導... 不是怎樣的... 他跑了都跟你說... 這五六個... 流起來... 這樣輔導... 慢慢... 一個一個輔... 那輔導... 他要... 那個... 看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就是... 就... 那五個... 四個...三個... 都沒問題喔... 但是... 那一輔導... 所以說... 我們要說... 是不是有照規範... 說... 欸... 賣書底下... 有這種... 個別輔導的...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可以跟... 補教隊大家... 研究看看啦... 我是覺得... 廖議員... 你... 剛才的建議是... 很好的方式啦... 啊... 這個... 我們當然跟補教葉子... 最重要是補教葉子... 對啊... 他... 他不是... 他裡面要幫你規範... 對... 他就是裡面的東西... 他如果敏感就說... 這個... 我們跟補教說... 有這個... 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喔... 對... 請量... 快讓他有這個機會... 你在... 不要... 大家... 先找那個... 對... 沒有錯... 再來... 老師喔... 不要說... 學校... 同樣啦... 讓那個學生啊... 對不對... 不要讓學生啊... 你有事情就是... 在學校裡面說... 或是說... 那話說... 不要說... 我學校啦... 補教了... 我... 我... 老師主動不行... 什麼動的... 有可能會啦... 但是... 老師就是不行... 齁... 這我覺得... 過分這個東西齁... 再來... 就是說... 老師... 不要在... 不當的地點齁... 前面... 拼得說... 市處理館也好啦... 齁... 他們家也好啦... 齁... 或是說... 這... 比較不舒服的地方... 來... 大家的書... 底下正面... 這你看... 有照片... 我希望大家來研究看看... 補教學... 你看怎麼樣... 我...我跟廖遠... 這個當然... 都是... 因為這個是私下的規範啦... 我們會來請補教業者... 齁... 針對... 啊... 針對這些相關的規範裡面... 因為我們最近已經準備... 在下禮拜有準備要召開嘛... 那我們這個一定會... 請補教業者... 多留意... 剛才廖遠所提到這對... 我們也不希望... 這樣的事情... 發生在我們嘉義士的補教界裡面... 齁... 因為這個實在是... 呃... 相當嚴重的一個事情... 這個我們會... 來請補教界... 你知道嗎... 那位是... 那位是故意的... 你知道嗎... 那位是故意的... 你知道嗎... 可以有計畫性的... 所以說... 我們不要把它... 減少這個... 減少機會啦... 當然是家庭到... 還是家庭到... 學生說... 你不可以... 喔... 老師要保持一點治癒... 可能會比較安全啦... 是... 因為... 說好... 我沒話說... 好... 我這個老鼠才能打... 齁... 阿哥在對我這麼親切... 人家排在這裡... 你排不夠了... 好... 我輸在這裡... 我輸到... 這有夠好的... 那都是... 避陷的啦... 我們不要... 減少這個東西... 不要... 減少機會啦... 所以... 可以等一分鐘... 所以... 我剛才拿出來的這三項... 齁... 你跟補照這個... 好... 那三項你記得嗎... 我知道... 你說那個... 我告訴你... 剛剛第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 實名制的部份嘛... 第二個就是... 清查... 涼民鎮的部份... 對... 剛剛就減少了... 避免... 個別留下來的機會嘛... 就減少了機會... 第三個... 你盡量用... 不要用賴的... 老師不要用賴的... 跟學生這個區塊... 不當的地點... 這面也不好啦... 齁... 這三個記得啦... 好... 沒關係... 我了解... 謝謝廖議員... 感謝... 我們廖議員的發言... 下面... 我們要請... 王理會議員發言... 主持人... 是... 議局主管... 投資長... 記者民的... 小姐先生... 董事長...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來... 先請到... 我們文化協議員... 他剛才... 副教委、副議員... 有跟你... 因為他的時間不夠... 他有啦... 你担了一個問題... 你才不會回覆他嘛... 就是說... 酒頭罐... 跟... 焦子頭... 局長... 現在我們的酒頭罐... 你平民要放幾次... 來...局長... 文化局、黃局長... 主持人... 王議員... 報告議員... 現在的這個... 整個時候的整個的一個... 方案... 我們有三個... 一個是... 一個館... 或者一個整個的園區... 或者是... 局長... 我是來... 你說... 這個館... 你要放在哪裡... 你不用怕啦... 你又說... 你的... 想法... 你要放在哪裡啦... 我們現在的館... 我們現在是想... 先做步道... 因為館的工程... 比較大... 這樣你的議事... 這個館... 你還不然... 要做下去喔... 因為... 我們現在整個在... 問卷調查... 局長... 他有他的... 局長... 當... 11月前... 定基會... 在這個酒頭罐... 的錢... 我們... 他算三條嘛... 是啦... 我們叫你... 要回去... 研議就好... 設計就好... 是... 如果像你這樣說的... 我的基民... 11月... 他算... 可能... 我們在努力... 因為... 不是在努力啦... 所以... 現在已經... 中間... 要六月了... 報告議員... 先做這個... 師匯步道... 把我們這個... 整個步道... 這樣... 我知道... 你先要做一個步道... 是... 給這些鯊子好走喔... 不是... 是這樣喔... 給我們的市民... 能夠體驗... 鯊... 我們要說... 才會讓人看那些鯊... 是... 鯊很漂亮... 你去做一個步道... 是... 我們無法叫外面... 那國... 沒有... 撤到國座... 賣到國座... 賣到國座... 這樣... 是不是... 我們在規劃那個... 那個步道的話... 我實在... 你問說... 是不是... 你軍委那個步道... 就是要讓... 那國座... 國座... 在那裡用... 這樣而已... 十幾隻啦... 不是五隻... 到國座... 還到外面... 還到外面... 所以... 是... 以前我們... 第一名得獎的... 我們也計劃要... 是... 我感覺你有夠不認真耶... 說實在... 我們議員... 如果你說... 叫你回去... 要好啊... 跪月... 現在已經超過半年了... 你完全都沒有跪月... 那你是怎麼去做什麼... 石頭館啦... 再來... 我來請教一下... 我們的... 交子桃館... 是... 你有想要做嗎... 我們交子桃館... 對... 你有想要做嗎... 有啦... 在這個... 博物館的三樓... 博物館的三樓... 這整個... 整廠... 我們... 全部放在那裡... 當時是我告訴你... 說... 希望你去找... 一個... 好小的地方... 給他們平面... 官方客也會來... 你不是... 你現在交子桃... 在地下... 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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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的... 沒有... 我也有提案... 在這裡... 給你們看一看... 電話... 方便... 沒有... 卡電話... 現在... 報告... 都沒有做什麼... 現在這罐... 已經... 在三樓... 整個的設計... 整個... 原來... 就是... 局長... 搬在那裡... 我如果你說... 你聽不懂啦... 看... 你們現在... 全全家主管... 都聽不懂... 是真的聽不懂... 還是... 聽不懂... 我如果你說... 希望... 你去... 交子桃館... 你這樣... 聽不懂啦... 聽不懂啦... 還是說... 你又不想去... 你又不想去... 如果我說... 公明文... 我又不想去... 這樣... 我也知道... 這樣... 我也聽不懂啦... 你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什麼... 市長... 報告議員... 這個... 本來... 本來以前... 他整個的方向... 就是... 在那裡... 而且... 他前置的作業... 都在那裡... 市長... 在那裡... 我給你的意見... 我明天... 不適合... 希望... 你們又去... 不可以嗎... 好... 阿王... 還回來研究... 對... 講講... 不聽... 我跟郎委... 多少... 在那裡... 生活... 三人... 不用錢... 好... 我跟你說... 你不會聽... 看這個...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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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 百文字... 百文字... 要做... 有你的... 我們有錢的... 該處理... 也要處理... 局長... 我是怎麼會... 說這個... 交子桃管... 你知道嗎... 我們自己的問題... 是什麼... 交子桃... 對啊... 好... 是... 我們自己... 雖然... 造型也很出名... 我們自己... 在全台灣... 所認定的... 就是... 交子桃... 是... 還有... 我們自己... 在民國... 八十九年... 阿庭... 在我們自己... 文化... 的交子桃... 結果... 我突然來... 你講到這樣... 你還聽不懂... 還在台上... 要來三樓的... 我的意思是... 你會... 建一個... 棺... 讓人... 觀光... 拿來的時候... 可以在那邊...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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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你聽不懂... 有... 我聽不懂... 你聽不懂... 那這人... 我來... 你請教一下... 曾... 我有去參加... 你的石雕協會... 是啦... 你... 馬上出來... 還是... 在那邊... 你馬上出來... 還是... 在那邊... 我有... 整個在裡面... 把它全部... 不是啦... 我知道... 你有看啦... 我把你在那邊... 我現在的意思是... 你說... 你是直接出來... 還是... 你又在那邊... 我又在那邊... 那你有又出來嗎... 出來我們的大樓嗎... 當然有... 當然有... 那這人... 我來請問一下... 我們大樓的交通... 你看怎麼樣... 你們辦活動的時候... 是... 車也沒停... 歐巴巴也沒停... 未來... 你們又要做什麼... 做什麼... 那外公... 車這樣停... 是... 大樓庭... 會來拖的耶... 市長... 市長... 是不是要延遇... 這個停車的問題... 是啦... 這個... 父母館會比較... 有停車位... 對... 沒有啦... 我知道... 有去看... 一般喔... 比較有大型的活動... 比較有這種現象... 我是說... 我要問你的感受啦... 因為... 交通的... 不是你... 我是要問你的感受而已... 請你坐下來... 齁... 來... 教官... 我要請教一下... 現在我們討論... 現在要討論... 現在要討論... 大家都會... 差不多... 走... 文化... 都要討論... 一般的人... 都不會... 我去... 冰桑... 都一定會... 有秀太陽城... 那些十二樓床... 又滑進來了... 等久以來... 那些十二樓床... 還請停很多... 還沒有材料... 去處理... 教官... 你有什麼好的方法嗎... 來... 政治長...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 就這個議題的關心... 這部分這裡... 秀太這部分這裡的停車... 確實有的是... 那個區域裡面... 是... 無路外... 停車格不夠啦... 不夠... 這部分這裡... 我們會來... 含這個... 合作... 任務局... 是說... 相關的單位... 是不是在四處土地... 主席... 我是怎麼來講這樣... 你知道嗎... 秀太... 這邊的停車... 也不夠... 我們文化局... 這邊... 如果要辦活動... 車也不夠... 兩方民... 要用的... 所在... 停機車... 停機車... 都不夠... 現在... 我們... 運山... 浴山一吹... 他現在... 圍牌一個鐵拼嘛... 這邊... 有蒸燒了... 一邊... 還沒蒸燒嘛... 我們這邊... 空的這邊... 都不可以... 協調... 因為可能... 叫秀太... 運山... 運氣的時候... 我們這個公部門... 會覺得說... 有利益... 有利益的關係... 所以... 他可能... 沒有跟他們講... 是不是... 我們這邊... 可以朝這個方向... 去努力... 可以嗎... 可以... 這部分這裡... 我們來找任務局... 這部分這裡的土地管理器... 我們任務局... 我們來找任務局... 我們來找任務局... 要趕緊啦... 是... 我常看到... 我說... 這我先請... 啊... 不怪啦... 車亂走走啦... 再來... 第二點... 我們的隊員... 剛才調查站到... 近年代... 會拔嘛... 現在拔之後... 他就會回歸... 國有財三局的... 在我們的公部門... 要趕緊去處理... 趕緊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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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裡市... 做停車場... 不用錢的... 主長... 是不是這個問題... 這樣你可以去... 歸一歸一歸嗎... 來主長... 我們... 議員報告... 議員這個構想... 非常的好... 這部分這裡... 我們... 可以當一分鐘... 這部分這裡... 我們有跟... 發出... 有你的研究... 把這個... 做調查站... 這部分這裡... 他的... 陳處理... 我們看是... 要我們來用這個頭疊... 因為... 主長... 我在這裡... 我不管是... 秀泰營成... 沒有罵救... 我是... 騎在... 自己... 是... 八歲的... 交通... 自己去探討... 我沒有... 為了... 你... 什麼... 主要... 我們交通... 趕緊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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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因為... 我們... 補救的... 要到... 所以... 這個問題... 要趕緊去處理... 好不好... 處長... 我告訴你... 來... 為何... 我這個... 主要... 我會拿給你... 好...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感謝... 王議員... 現在邀請... 鄧英宗議員... 發言... 謝謝... 郭文議長... 大家好... 十五個... 聽說... 發言... 這個... 畢生... 有... 這個... 教義市長... 獨行者... 往夜... 街頭下來了... 其中有兩張... 這是其中有兩張... 兩張... 這是贊助... 贊助... 很多啦... 其中有兩張... 上面... 有些贊助耶... 就是要... 付錢給人... 事務公司... 會推廣會... 有些收購的就是... 廣告會... 因為... 市長領事的廣告會啊... 一個... 一直呢... 不能偏偏預算... 來支付... 二... 也... 不可以... 開花票... 只有... 只有... 分率管理人呢... 才有付錢... 刷卡付錢的這個... 資格... 市長... 來... 到前面來... 我們請市長... 到背心臺... 好... 專業... 這裡是... 這個... 贊助啊... 均有管理人... 交付錢... 刷卡... 付費... 管理人... 知道嗎... 目前... 有過的管理人... 市長... 你是說... 我的臉書是喔... 蛤... 我的臉書是... 管理人... 你說... 這管理人... 你這個贊助喔... 我不太知道... 至少會有一個啦... 蛤... 我... 你說... 我有幾個... 管理人... 對... 因為這其實... 需要管理人... 刷卡... 付錢... 他才有資格... 學都不行... 管理人... 用錢不行... 靠發票也不行... 你說... 你不知道... 我不太知道... 因為... 這個部門... 管道這個事情... 他們... 在處理... 但是... 那種制討... 有一個... 有一個... 行政上... 我不知道... 來...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什麼錢... 學物人... 因為... 這是... 這是... 怎麼樣... 把這個... 我們蘇政府的一些... 資料... 讓更多民眾... 知道他們有一些... 說什麼... 我... 我不知道... 好啦... 我不知道是誰... 企劃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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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企劃處... 這邊沒有處理那個... 臉書... 企劃處... 企劃處... 我們是處理那個... 企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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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不是... 企劃處... 什麼... 企劃處... 那是... 那是...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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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是... 目前不是... 企劃處... 目前不是... 企劃處...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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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是... 哪一個... 可能是... 現在市長市了... 進入... 好... 你... 你... 你說市民罷... 這個是屬於資訊裡面的呢... 那市民罷... 它是你... 你的... 你的信論科的資料呢... 是你的嗎... 好... 您... 市長市長市長... 陳保冬... 陳處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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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臉書是这样的... 臉書有沒有人買... 那個... 就是... 這個... 這個經費啦... 那臉... 臉書現在目前是由... 那個... 我新聞科一個同人... 是新聞科... 對... 新聞科 新聞科一個同員在負責在推播 有幾個官員 有幾個官員 官員有幾個? 一個一個 一個是配軍 新聞科一個同員在負責這一塊 你看 這就是事務的員工第一個 這個官員啊 我們肚子就用事務的員工 是廠商代表 是市長的親朋好友 也是市長 但是呢 是 事務的員工本人沒講錯 這個城市怎麼會呢 這是由我新聞科的一般業務裡面付給他 這規定不可以啊 等一下要刷卡 這官員啊 官員啊 所開這種卡 踩個刷 其他都不可以啊 這個錢更差問題啊 部分都能出錢呢 這行的就不行 領事的贊助就不行啊 這有規定喔 那你都錯啊 出來出長服務長 那這樣你錯啊 領事不可以花錢用正的錢呢 出長 你這樣就不行啊 你要改過來啊 這樣不好啊 啊 這個你不曉得嗎 是啊 這個我那個 付款的程序我不是很清楚 我那個了解 但是我們是從新聞科裡面付 他一年是 總共是七萬五 這個現在不能被預算 公務門不能自付臉書的贊助權 你不可以啦 在新聞報 在新聞報就可以啦 新聞報是你辦的嘛 新聞科辦的嘛 對不對 對 那怎麼改過來啊 這個錢要改過來啊 是 我了解他的新聞權 不可以啦 是不是 如果是廠商代表 那是問題的耶 那是利益輸送耶 有對價關心耶 現在是沒有 是員工 我這個臉書齁 都沒有在講我自己的事情 這個他們當作是 現在很講述啦 我是想贊助 要花錢講這個 講這個講這個 但是就要把 就是你啊 付錢給電視公司啊 我這個 你起地願財嗎 我 我 你不知道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 你怎麼這麼說 我們同仁喔 把 我們同仁喔 當作市民的意見收集 贊助的那種 市長 是 市民報 市民報 今天我們從一百零四年開始啦 對 一百零四年發了兩期啊 一百零五年發了九期啊 那現在那個 那個 我們一百零五年發了九期啊 我們一百零五年每月 現在就是每月一期這樣子 現在喔 說起來看嘛 你們這個呢 所以我們查詢這個 你們啊搜尋網站數的網站嘛 有十七個嘛 十七個嘛 十八個四年開始 一直到現在 總之說一支 發生了幾分 一起發行九萬份 九萬三千 所有的開支是多少錢 每一期不太一樣 因為這主要是除了印刷之外 就是派送嘛 有些是我們那個 有這個 沒有幾分鐘 我問你多少錢就好了 多少錢 九萬三千萬啊 我們那個 每一期多少錢 我現在計算要讓我們總共106人是 兩百萬 我說你每一期花多少錢 我查過了 每一期啊 每一期啊 都有五十萬啊 派送 天氣 印刷等等 你一支 九萬三千萬 我告訴你 我必須 很了解 你們幫我拿不到三遍喔 但是在 你們網站啊 社會網站說 十七個喔 還是十七個喔 這要查幹嘛呢喔 我拿不到三遍 我以為拿不到三遍啊 現在是十七個的發行量 第一個 你這個錢呢 從一百零四人 五十萬 一百零五人 五十萬 另外 文化局那個 家裔議員 是三十五萬 一百零五人是兩百萬 加起來 一共有三百三十五萬 三百三十五 但是呢 市長 市長 市長啊 我跟你講喔 結果呢 這十七個 一個五十萬 這都算過了 都算了 不說不對 五十萬 總共十七個 八百五十萬 同時呢 這樣呢 不足五百十五萬 這五百十五萬 你必須什麼 怎麼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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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啊 五百十萬 怎麼來呢 這個錢是怎麼付呢 包括一員 那個一起沒有五十萬 一起都看我們 包括運 包括 包括派送 大概二十萬左右 都問過啦 我們都問過他講嘛 對不對 問過他講 我跟你講 你派報九萬三千 你派報 一個每一份資料 拍報是不低兩塊啊 另外那個印刷 偏期 沒問題 三塊錢啊 這個水算 很多都算得出來嘛 對不對 怎麼 這不夠那五百十五萬 他講 經濟 某記者 告訴我的 嚴重一分鐘 他問過你 是問過的人 他說這個錢喔 偏過局處裡面 欸 這樣就不對了 這樣逃避他們的 會監督呢 處長 我過程是 一共 一百零四年到一百零五年 大概三百零十萬元 我們要 開支呢 八百零十萬 不足 五百零十萬元 對 我的情況 應該沒辦法做得到 那我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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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得到 我說的就是 你會分就是 一支 一支就是五十萬 不會啦 我三支 五十萬 從這支到這支 一支到這 應該出了一十萬上下 一支應該二十萬上下 你可保證嗎 我在選舉的時候 他寫的都十幾萬 你可保證 這選舉 你在寫的資料而已 我們請市長回座 我們請市長回座 今天我們邀請副文革議員 發言 主席 指定有我們各位主管 各位議員長臨 各位記者小者 全身大家早上 在這裡我請教我們 我請教長 你知道這幾天 有查到 這個台中市 立琴弱瓶公司 他十年 有把過期的這個肉品 來跟我們教他 你知道嗎 請教長 黃局長 感謝副議長 感謝議員 知道嗎 那這樣就是說 這過期的肉品 他的項目大概有什麼 我們查到這個過期的肉品 是大長頭 有什麼 主要是大長頭過期 沒有啦 他大概 這間公司過期的東西大概有什麼 主要就是那個 肉品類嘛 就是冷凍的豬肉 冷凍的豬肉 大餐 和冷凍的雞腿 這樣還請教我們隔壁 就說 這日前肉品公司 過期的肉品的素量 在你抽頭的資料 這樣總共素量有多少 對 你不知道 跟議員報告 我們查到 有過期的部分 是690公斤 690公斤 是來我們家裡期的 對 查到 台中的這個 衛生局查到 冷凍的豬肉是 1674瘦 一瘦是6公斤 總共是10,44公斤 冷凍的豬肉是333瘦 每一瘦6.8公斤 總共是2,264公斤 民眾的隔壁是220瘦 每一瘦15公斤 差不多是3,300公斤 所以這個素量 在你的經驗 這樣算多還是少 算不少 算不少 算多啦 算多啦 如果這樣 這些過期的 這些肉品 進來跟我們家裡期的時尊 是在什麼樣的時尊 我們去查的結果 齁 是9年的年度 到我們今年年 差不多3月分左右 從9年的12月 來到今年的3月 那這樣稍後 我們家裡期貴婦的肉品 的素量 有多少 那稍後 差不多3千幾公斤 3千幾公斤 但是它裡面不一定都過期啦 對 不一定都過期就對了 那這樣 這過期的部分是什麼東西 主要是大長頭 就是說有10收冷凍的這個大長頭 總共有690公斤啦 對吧 但是這是 浸費量 它還是穿下來的量 其實是穿下來 對啊 那如果穿下來的量 就是標示浸費量 之前有賣出去嘛 沒錯 有給我們的市民吃掉了 所以這穿下來 才是690公斤 如果這樣 你知道 如果這樣 在增長 整倍的時候 是多少嗎 我現在查到的數量 就是 查他的進貨紀錄 對 有3千3百幾公斤 3千3百幾公斤就對了 所以就是說 定義讓我們的市民 吃到690公斤就對了 有可能 好 那這樣 我們自己這個肉品的業者 他還把這些過期 你說的大長頭 這裡 它是都消退哪裡去 對 自己我們報告 中華伊南都有 沒有啦 我是說我們家裡的 家裡的 家裡的當然 我們有那個出貨紀錄啦 就是他為什麼要消退百萬市去 是 所以不是完全都在我們市內 當然 對 那這樣的時候好 我們衛生局 有去查這個 我們市內夾這 的 進貨錄 進貨錄 就可以知道 它的數量 現在是知道 3千3百公斤 對 這是過期的部分 所以 你們有看它的 相關的紀錄 有負合標準嗎 當然 我們怎麼有去查 我們怎麼有去查就對了 是 它的這個出貨錄 還是它的這個銷售的名次表 你們有去查看嗎 都有 有怎麼有就對了 都有 那這樣的時候 現在它有一部分是 消費我們市內 會下游嘛 對不對 對 那這樣都消去哪裡 不知道 最主要是食品業者 食品業者 是 有餐廳嗎 當然有 有餐廳啦 那有餐廳 這樣有可能 會找到 學校的營養午餐嗎 我們有 查過這個下游的業者 他的出貨管道 沒有到學校 所以就是說 沒找到 這些過期的東西 沒找到 營養午餐的手上 沒讓我們的小孩吃到就對了 對 沒有 好 那這樣我請教 目前 我們 衛生局 怎麼處理這個案件 對 我們對於這種過期食品 第一個是現場要去做雞查 對 然後再往上追上游 再往下查下游 對 同時我們要比對它的進出貨的資料 嗯 就說它不會讓什麼人 不會什麼收容 不會我 什麼樣的 要查清楚 都有 所以你查清楚 如果沒有學校 你就 消費了 對不對 我們當然就是要消費 對 下價消費 下價消費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要去要求求商 你有要求商 要去 有養的這個日記的證明嗎 你有要要求嗎 當然 這個我們姬查 有一些現場的作業 必須要記出相關的證明 對 這是姬查 一般來說 若是有那個優侯的證明 當然就合格啦 那如果沒有優侯的證明 你們後續會怎麼處理 就立刻封存 然後就是處理把它銷毀掉 一路都這樣就對了 一路都這樣 好 如果像台中這個米勤肉品公司 這些過期的肉片 雞腿 包括大腿頭 它是對 它是自己生產 還是種口出來 自己人報告這我想要去了解 你手頭有資料嗎 我真的沒有 我跟你說 它是對加拿大正口的 它是正口的 所以整個都冷凍的 所以我在這裡 建議我們衛生局 就是說 你後續你都怎麼 要去引領和把關 如果醫藥這個事情 這點我覺得 就是要透過各種管道去了解 基查最要緊 對 也希望能夠透過檢舉 這樣喔 只要這樣而已 這件事市長知道嗎 市長知道 來 我要請教市長 曾經這個台中立情 的這個 說過期的肉片 蕭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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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肉片的工作 你有什麼看法 來 圖市長 謝謝主席 謝謝 蕭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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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但一旦知道 我們衛生機找事很明快 在五五號馬上就通知下架 以及 聚查 不過這次 有蕭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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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 當值的話未來查到這種事情 不可行送其改善 甚至說這個重重的滑下去 第二個就是胡樂波的話 重重的獎勵 比如說我們目前嘉義已經是最多 如果查到的獎金甚至可以高達75% 做給檢舉人 這個東西叫做歐歐領環條款 這邊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再來宣傳一下 因為真的要靠員工來檢舉 我們才有辦法 因為裡面的擁有動作 你要脫貼標籤還是有人去貼 這些人如果能夠來檢舉的話最好 這個我們要把國民的意識提升 因為這個東西有時候害人害人 還是會害到自己 所以這個被火波會加強 不可以斷刷就對了 他也不說很刷 我看他有差一點點 他差了三八六% 但是過期的東西不會比較刷 我看他們那時候我不會繼續刷 有的甚至有的要計算 還不會有幾個 所以這種壞的東西 的確是需要這個 全民一起來把關 好 我認為這樣 你如果做一個衛生書店 我們標榜我們家裡要做一個食安城市 我們希望在十分的安全 可以更用心 替我們的市民把關 這樣好不好 好 聽說不定 我們可以去 聽說不定 聽說不定 我們可以去抽樣 去買回來查 但是 這種作假的 這個是需要 全民一起來把關 敢通報就對了 好 好 謝謝 我們感謝我們 創文博議員的發言 各位當年 現在開會時間 已經將近中午十二點 基本上 今天的議定是到這裡要結束 但是因為這裡還有三個要不發言 緊急台會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還是照今天簽到的丹兴基議員 代理議員 頂修法議員 再來我們就沒有受理 繼續 我們邀請丹兴基議員 發言 負責 市長 市委委主管 議員當年記者 申請小姐 大家好 我先來和市長探討 主張 我們中英政府 開始在說 他在醫生 後的時 我不知道說 市長 我知道你 最近 從幾年開始 很認真 不管社團哪好 或是說 民間一些 的活動 你都會去參加 我不知道市長 你去參加的時候 有人幫你 反映說 為了他在醫生 他現在有什麼困難 或是有做到什麼 比較不好的 這個 一些意見嗎 來 市長 屯次長 這個我每天都看報仇 他了解 真正 來講 有這個反應 那個 意思是說 企業界 導述 不多 對 吃飯的時候 大家可以談到 還蠻少的 導述這個效應還沒有出來 但是我們有主動出去 跟這個位子 去做說明 什麼叫營運休 那我要求我們的通人 是以去說明為止 然後再來就輔導 而不是機場為止 對 這樣市長 我希望說 我們公測會 是在輔導我們中小企業嘛 我希望說 你是不是可以 找到這個機會 麻煩嘉義士的中小企業 你下面座談一下 因為呢 我先生是在做外銷的 你這十幾年來 可以說 外銷的頂端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去跟人競爭了 已經是競爭力已經很破落了 後來又執行這個儀利應修了的時候 你看 我們的成本 什麼都要增加 尤其現在六工來市長 你聽一下 我講完 我也需要你回答 我們再來探討 甚至我們的六工 他現在也很難 他如果說你不要跟我試試 人路主上方 如果達成協議 我要加班也好 我要創作也好 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從這樣下去之後 就要白腳白手 我們老闆人 身份算不上 要接訂單 沒辦法接 做六工的人 他想要加班 老闆就身份不上 他就沒要加班 他就減貪 所以本人說政府、店員、路主 我們的路主和路工三輸 三行都輸 你從前方下 已經是 很慘盪經營 我們又寫上加霜 變成 大家都亂彈 亂彈 亂彈 所以沒有大件七月份 開始要來實施 就是說他都會去查 查到 如果你不照這樣 就要跟他發 市長 我在想你的看法 就是說 如果你的時候 我們跟他一起 是要來跟我們繼續的福度 還是沒有照規定的順 你就要跟他發 來 我們請圖市長 這個很重要 謝謝 謝謝 這個儀利益修 諸書也會通過 這當然是 在你外面 爭議很久 好到才不會 惡力 惡力 惡力到現在越來越高 當然 儀利益修 真正產生的 人數成本增加 是由四十幾點 變四十幾點 這絕對會增加的 所以其他人數成本 因為老闆 就不給你加班 因為加班 要2.33 2.66 我跟這請一位 我跟這請一位 本來以前我有加班 現在我再請一位 這六十變成給他休息 所以這部背 變成三屍倒是很奇怪 竟然有勞方跟豬方 同時反對 這個是蠻奇怪的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是有種誤解 後備誤導 那我們盡量去宣傳 這個勞工當然會問答 我沒有要休息 我就想要等加班 你沒有要我談 所以他會問答 沒錯 老闆說 我又不能給你 我給你 我給你 你不給 我身份證 對 如果我賣到 還給你誤 所以這個部分 理論上這勞方資方 是對立以前 也是因為這樣 才有通過一例一休 因為這勞方 非常強烈在立法院要求的 才產生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是這樣 我們當然盡量以輔導來協助 我們盡量趕快去輔導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辦法 這其實是這樣 真正 到時候企業說 這個已經有輔導期 夠了總要稽查 這個部分 我們盡量由內部 來跟我們詢問 這個部分是不是有這樣子 如果有的外面說 這個情形是怎麼樣 後面還是 大家不是說 條件要違法 但是法定了 你不做 也是蠻奇怪 那當然我也很希望 稍有修法 或是說 引起某一些行業 可以來跟勞方 大家勞資做下來 說 後面看那感覺怎麼樣 這個我是比較贊成 但是法一旦定下去 後面總不能說 你訂立的 我做過來 這個我比較不敢說 因為我們有訂 地方的住住來 住住來 我感覺 因為長久以來 我們也都知道 以前勞工 都會覺得 這個資方 跟怎麼樣 但是現在 不是喔 現在是勞資 勞資兩方式 結合起來 對抗喔 對 對 所以他覺得說 你負責我 我減貪 我如果一個月可以加班 又加貪萬多塊 是 我的家庭費用應該有夠 讓你把我設施 這樣下去 我 要賺 沒有賺 甚至現在 我們都有送回 我們的送回來 也算成這樣 他說 你這樣下去的時候 老闆不要讓我加班 我一個月就減販 一兩萬 我兒子無人分就沒有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爭議很大 尤其現在大家 因為 為了這個 有百分之七十四的人 就是 覺得說 這是不對的 希望說 我們中央可以來修法 是 我希望說 市長 你站在中央的時候 如果 跟我們的總統 什麼 林全院長 有法度來 記名 來開火 我也希望你要 把地方的聲音 帶給他們聽 因為可能是學者 學者來講 他們就是課本 怎麼寫 我就是這樣 但是 實際上我們常講 學者專家 你的課本 和實際上 是差一段稍稍稍稍 有時候是完全沒有辦法去結合 我希望說 是不是可以大家 下地方 聽一下 看看 尤其各種的行業 有各種不相同的 這個算法 你這樣下去的時候 等於真的是 大家 成本增加 勞工也萬壇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這個要好好去處理 我希望說 市貨開始 剛才市長說的 就是說 我們可以以貫囑為主 以勸導來為主 不要說 後來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勞工法 已經真的沒辦法了 現在都慘盪在經營 是要維持 現在過去我們穿的這些勞工 讓他們說可以來 有飯吃 那你如果這樣一直勞 又發下去 真的沒辦法 大家就乾脆說 我收錢 不要做了 這樣 這個主要的問題 並不是誰有專家 這主要的問題是勞工 尤其有一些勞工團體 非常強烈的 才會通過這個法 但是他又把它用到各行各業 那當然有點複雜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萬一勞工 他自己來提示的 這個恐怕不處理 也是他會不行 那如果勞資 兩個說 喝這個喝這個 我們導致可以比較 來跟他講說 你們又沒有 但是這個就不會到我們這裡來了 對 政府來說就是說 你大原則那些 你覺得說 這樣可能勞工會比較辛苦 我的原則是 你一個禮拜要休兩天 那質疑怎麼人家勞資 人家的出風到流風 發肥 人家發肥說 我要怎麼做 就好了 我根本就不要人管那些 管那麼多 管那麼多 但貪那麼多 是啦 好嗎 我希望 希望 這個 我們可以 有機會的話我會反應 但是因為這個要整個修法回去 以前 那個勞工的一定又會來 所以 我比較傾向於說 極部就是某一些行業 他們勞資已經講好了 那個部分 是不是讓他們 擁有協商的空間 我比較 在這個月的時候 有可能說 我想啦 中間我們 我們的總統 那種的利益也是良好 當然 他也是利益 利益這個法 他也是 他也是覺得說 好 讓我們的勞工 不要做得這麼辛苦 如果真正做的話 豬方 反而會減少一些人數 費用 因為他沒有負二點幾 他就負一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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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比較多休息 他就負一就休息了 他又要領這半月了 市長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在做生理經營的 真的你們沒有在地方 這樣下去 真的你們不知道 現在真的在做 做老闆的人 真的是 有夠可憐的 真的 可以等一分鐘 你說好 讓你負一的 也是還要負薪水啊 對不對 所以這樣下去的時候 不擔心本錢家 現在又聽說 如果來做老闆一年 每年開始 我就要幾天的特休給他 還沒有特休給他 他就要加薪水 你把他一直打下去 盡量不定嗎 這裏一定會增加的 四十幾點 等四十幾點 我一定會增加的 對啊 所以就是覺得說 我是覺得 政府 公園 一個政策出來都沒了 但是你要去評估說 油點比較好 還是油點比較多 我們的公務人員是不差喔 我們公務力完全這樣 我們不用勞進化 我們不用勞進化 我加班沒工 我就繼續改變 就沒關係喔 但是你如果說成分 我們有好處嗎 沒好處做生意的人 沒好處 我就說好之後 我一直在加 成本一直增加 我們絕對沒好處 怎麼競爭嘛 我希望這個 希望我們市長好好處理 好 謝謝 謝謝 感謝丹允潔議員的發言 下面你要請 代言議員的發言 謝謝主席 市長 各位市府主管 議員投入媒體朋友大家午安 我想在這邊喔 先和圖市長做一些探討喔 我想在圖市長上任以來 一直積極的在推動公民參與 公共議題的討論喔 對不對 就像我們圖市長 也一直有在做 I Voting喔 這是首創喔 全嘉義首創喔 I Voting這個投票 那我想在這邊請問市長 你認為這個18歲 如果說開放18歲的公民 可以有投票權 你對於這個部分的看法是甚麼 董事長 謝謝大人議員 對林金朋友參與公司的關心 你講的 I Voting跟那個投票是不一樣的 我講的 我投票就是真正的去投票 我是想聽聽你的看法 那個我18歲我贊成 那I Voting那個Voting不是投票 那個是民主解釋而已 那個就是 有關係它是一個民意調查 民意調查 民意調查 民意的這個投資 所以你贊成18歲可以投票 18歲可以投票 對 參與這個公民權 這個我是贊成的 你贊成 OK 很好很好 那再來就是說 你的I Voting目前有限制 民意來進行投票嗎 對這個議題的討論 對這個應該是 只是收集資料 所以應該不會限制才對 好 謝謝你喔 投市長來請坐 我想市長在4月28號 在府內有辦了一個 小市長參訪市府 的一個活動 我對於這個活動 其實是表面 表示相當正面的一個肯定 讓這個市民從小就開始 能夠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 他們經由這樣子的一個接觸 覺得公共議題跟他們的生活 生活不再是陌生的 不再是有距離的 我覺得相當的好喔 但是喔 我在5月15號喔 看到一篇報導 就是有一名高中生喔 針對前瞻計畫 來發表了一下他的看法 他認為說 他對鐵路高架化 目前的規劃有質疑喔 好 他說 這個 他質疑鐵路高架化 那是不是嘉義實質的需要建設呢 好 另外 隔天喔 我們市長喔 也發表了一篇報導喔 他說 民國80年起倡議 今年 終於獲得中央同意 突醒者 斥責媒體 以一高中生看法質疑 打臉市民的期待喔 哈哈 市長 我想 問問喔 既然你也很認同公民參與 既然你也很認同 你鼓勵小學生 要多提出自己的建議 提出批判性的一個看法 和思維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在 一位高中生 對鐵路高架化提出質疑的同時 隔天你就發表了說 你覺得這個高中生的看法喔 你覺得打臉嘉義市民的期待喔 來 圖市長請你回答 圖市長 好 謝謝拜託議員給我這個經驗 這個不論是這樣子啦 報紙事物要報導 但不能假戲假意 第二個 它應該有評語報導 那不要引用錯誤 所以今天這個高中生 他在臉書上 他又特別寫說 最後要感謝祖武 在心目高中 對於社論作者 斷章其意的引用 我本人發言以以批評 而且說 他也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那我也有肯定這個 我問他 非常感謝他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我們基本的 就希望年輕人參與高中生事 他講的都沒有問題 我再講的只是說 人家報導 你怎麼沒有 來問我們的意見 人家問他的意見 你就趕快好像抓到寶一樣 而且看他來批評 我們加一宿 體力高驕傲是不對的 是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看臉書 看一些可能會有斷章起義 然後誤以為他就真的表示這樣 這不對 第二個 我們可能是婚姻發言 但是不一定是都是 我在講的是 我們都是 是贊成的 因為從議員裡面 那麼多議員都一直 市長 市長 好 我常常這一個會期 包括在你之前的研討會 我都一直在跟你提起 對於鐵路高價化的一些質疑 那我想請問 市長 你覺得我反對鐵路高價化嗎 這個部分 有沒有反對是要由你來發言 但是你們這個議員 對一件公共政策的一個監督發言 這我們都是要悉心來接受 但悉心接受有時候 不論你講的就是別的議員的意見 我們也要 我想每一位議員他的生活的領域 所接觸的人 對 所接觸的人 市民都是不同的領域 沒有錯 一定都會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市長是應該收集 各方面的意見 當然當然 但是我想站在市議員 市議員的資格 不是 每一部分 他必須要監督市府 對於你們所提出的任何政策 包括預算 都應該要去思考 到底這個錢有沒有花在刀口上 當然當然 所以在這邊我必須要跟市長說 質疑並不等於反對 就像你之前的LED燈的政策 很多議員有質疑 但是我也有質疑 但是事後證明的是什麼 事後證明我聽取處長的詳細說明之後 我是支持的 而且我對這個預算是 還一起就是支持 跟其他議員說明 所以我在這邊再一次告訴市長 質疑不等於反對 我希望你能夠藉由每一次跟市民的一個質疑 你對你的政策提出更具體的論述以及說明 民眾今天就是有疑慮 就是看不到 所以必須要提出質疑 到底鐵路高架化之後是什麼 我們去年11月到現在 我們去年11月到現在 前瞻計畫過了到現在 我們連一個公開對於鐵路高架化 公開透明的網站都還看不到 我覺得如果是好的事情 即使它現在的進度不如我們預期 你都應該公開 你都應該讓公民市民一起公共參與 在你的臉書 包括你的這個市府的網站 包括你對於iVoting 所做的一個分的那個調查 通通沒有關於鐵路高架化 而且我在這邊 我也在 我很希望你們對於iVoting的這個結果 做一個很徹底的這個分析 問卷分析 而不是做一做就算了 就像這個228紀念盃調查的結果 是應該放在火車站 結果結果都不如這個投票的結果 所以你們對於這個東西 iVoting這個民意調查 到底是做真的還是做假的 我也看不懂 你們是收集資料用的 收集資料用的 那我們議會也沒有看到任何 你對於年齡或是說使用者的這個 整個問卷分析都沒有 所以我認為你們做這個是沒有任何效益 包括你的臉書 你的臉書對於公共政策 你的你想要落實的政策 你都沒有一個去論述 去說明 甚至民眾在上面有回應 有疑問 你們也沒有提出一個反饋 或是說回答 所以我認為你在倡導公共議題 公民參與的時候 你是不是做了許多假動作 你是不是真心誠意的想要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真心誠意想要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結果 今天的結果絕對不是只有這樣 你講的是 公民參與這件事 公民參與公共的討論 包括你的重大政策 鐵路高架化 遇到了什麼 民眾有什麼期待 民眾有什麼疑問 這些都可以公開討論 而不是說你今天 我就是要做鐵路高架化 反對的 有質疑的都是反對 這樣就不對耶 質疑不等於反對 反對 反對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們總數會有人反對 我們是在收集 我覺得今天反對的民眾 只有一個擔心的問題 會不會再留子孫的問題 沒有關係 所有 雖然前三計畫 是中央給我們 地方的一份 是說老婆老婆 讓我們哪個 才行 但是 這都是 在留子孫耶 你們可能會不會不到 但是我們以下 那個民眾的 年輕人 都面對得到耶 我們當然會去質疑 我們有沒有需要 以現在嘉義市 目前的狀況 有沒有需要去 負債 舉債這麼 38.95億甚至更高 還要負擔十年的 交通黑暗期 然後我們看不到 將來這個到底 可以帶給我們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可能會質疑 我知道 所以這個議員 為什麼要 要我這麼多議員 對 但是我覺得上次你施政 在你上次施政報告的時候 你認為我說的是 少數人的意見 對 你是少數人的意見 所以你認為我是反對 沒有 你可以反對 我不是反對 我是質疑 質疑更可 就像我對你的留言 有質疑 但是事後證明 我認同 對 所以質疑不等於反對 你必須要對你的政策提出說明 對 公開透明的網站 對 政軍艦處長說 三個月內完成 我認為其實已經不用 我認為不用這麼久 我認為不用這麼久 我想在這邊 公開的請問圖市長 一個月內可不可以公開 可以 但是那個內容會一直更新 沒有關係啊 你走到 做到哪 就公開到哪 民眾才會有質疑 現在很多民眾上網 想要了解找不到資訊 沒有 因為他們可能還沒有 這個我們出現 有的還不能公開 我覺得 現在目前 現在目前 有的可以公開的資訊 包括你對於鐵路高價化的期望 以及日後需要 想要做的 可以 代表什麼 你不要考說 可以增加一千億的經濟效益 那一千是空的 對 那一千是空的 我希望你回去 好好地做 然後一個月內 我希望看到網站 好 以上謝謝 謝謝 我們感謝 帶領議員的發言 會您繼續邀請 兵修法議員發言 謝謝副議長給我這個時間 那我想利用這十分鐘的時間 今天來跟我們市府市長 來探討一下 我們的北棟的問題 我想北棟從陳立貞市長簽約 一直到華民會市長任內 跟廠商 為了要變形設計 訴訟這個過程 一直跟我們圖市長上任之後 交代我們的副市長 侯崇文副市長做這個專案會議 尋求解套 那這個部分 侯崇文市長已經離職 那現在告訴我們這個副市長 張副市長 我想請問 你上任到現在 有沒有召開過北棟大樓的這個會議 有沒有延續這個工作 副市長 張副市長 這個 有沒有召開過會議 你上任到現在 但不是我召開 不是我召開 所以這個市長高班的這個北棟大樓 尋求解套 本來是由副市長開這個專案會議 現在沒有延續嗎 市長沒有延續 有看到 他裡面的工作報告是說 行政儀 來文 把我們支持 叫我們 請評估 為強化市民服務 沒有 他主要是講說 南棟大樓 還可以輸用 叫我們賓賓 強化市民服務 謀求市民最完善的福祉 然後請求市府 重新再擬定這個計畫 然後報應 這個問題是怎樣 市長請你報告一下 副市長 是 延長已經沒有繼續 再同意 我們把這個 北棟繼續去 這個部分 是 那個 回復務事長那時候 就一直去找內政部 那我自己也去好幾趟 那我們把這些問題 就先解決到 錢的問題就解決了 錢的問題解決 就是他們願意繼續保留 對對對 這個當然一定要先留 第二個姐姐就是說 這個 當初有很多種聲音 說為什麼會這樣子拖那麼久 當然這個 包括這個 設計的建築書 變更設計 對 變更設計 變很多次 它是八十幾次 什麼樣 這個部分我盡量不介入 因為這個東西是歷史 我們先說交代你的手 交到你的手上來之後 交到你的手上來之後 對 政府市長有對話說 他已經跟衆上說好 口頭上大家有協定 要這個改革有嗎 有這個事情嗎 這個方向是 就是這樣 改革有嗎 對 對 那當然這個部分 這兩個先解決掉 再來我們就 去跟新的政府講說 這個方向我們要這樣處理了 所以我們現在跟貴建築書的這個合約問題 要怎麼處理 我這個我要法律去解決 現在要再訴訟中 他不是答應說這個訴訟要終止 然後要跟我們合約 了解 這個 這個司法還在 這個 這個司法是 他對我們的司法 他還沒有到最後會不會要求 什麼樣子的 什麼 他有沒有同意要和解 不會啦 他一定會去 要解解還是怎麼樣 所以如果我們如果 他要告書 請問如果告書 要背上人多少 不是告書 他會要求調節 因為他要的有訴訟嘛 不然是調節 或是 順序的 這個過程中 我們要付出多少 這個就按看他有做多少 我們就給他 我看他的數據好像有一條 三千多萬 有一條七千多萬 是不是 如果我們真的要背責 要背責 不知道這個 因為他當然一定會想辦法 數值大開口 但我們一定要做 節省公討的方式來處理 人家做的事情也要給人 這是合理的 是 已經做了大家 給人 大家都是美女人 不會到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到最後一定要有一個方式來做解套 對 一定是解套 你現在的方向是什麼 這個就是解套 這是該給人家的給人家 所以這個部分會解決 這個解決的話 再來就是說 那麼未來要怎麼蓋 所以這個部分 就你剛剛看到官文的意思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 行政院比較清楚的說 我們 雖然錢給你 但是這個錢不是給你來蓋 純粹的 辦公大樓 因為現在要 比如說地方蓋 這個行政辦公大樓 這個方向已經沒有了 但是你可以蓋給樹林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不叫北棟 我們叫做樹林中心 有行政的功能嗎 一定會有 但是不是為了純粹給行政用 不是說我們一定會 那你們有服務中心 什麼在裡面 好讓大家去的話 很方便 但是都是以樹林為中心來考量 不再以樹服的員工來考量了 是啊 你說的這些大全體 你要成為市民道路 或者是辦公行政道 大全體 你就是要跟貴賓 這個部門還有一段路 那個已經 另外一次 所以我們沒有問題 我們才可以進行到這裡 所以你就是說 你這邊 你管理你的態度 就是要正面的去跟建築書 大家改用 當然 這個你培的部門 我們如果萬一 我們如果真的輸的時間 改培我們就先培了 這不是輸的問題 這是喔 你比較會培人 你如果贏你就不用培人 不是 這部門要給人 我們現在 解約的部門 我們已經 法律程序解決 都沒有問題 我們當然可以解約 這個是 因為 團仔故 書空也不行 什麼都很多 那個細節不必講 但是這沒有問題 再來總是 他會開始說 你賺我錢 那個部門 沒有什麼輸入 所以市長 剛剛從你以上的講話 可以有一個結論 就是說 第一 北東中央的特別預算 一定會保留 第二 你願意面對 到過建築書 這個部門 坦然相承的去做處理 對 好 第三 把這個掌程素餅中心 讓你自己共享 我那邊有 有問保東處長喔 我說這個工廠報告 是怎麼提提提提的 現在這個業務 要交我公務處去處理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因為那個法律的問題 學校問題 是那個 我們行政處 沒有錯 但是建築的問題 開始要蓋了 表示我們已經進到第二階段 如果要蓋的話 我要給公務處 但是大前提 你一定要跟人家蓋 那是另一種建築 你如果沒有蓋過 為公務處要怎麼去辦法辦 沒有錯 就這樣 你一案兩票 這樣就我們已經圍圍圍了 不會 我們就是 一包一包 才會花了一兩年的時間 就這樣來的 那我再請問市長 一個更具體的時間 你講的這個保分 因為你一年到現在 今年第三年 你面臨到選舉的期間 那這個整個期限 你認為 我們在什麼時候 北斗 我們跟貴建卓士的保分 何時 我們可以進行法報 這樣的時間 差不多多久 這個喔 我來的時候 這已經聽到 九檔十檔了 我來以前聽到 九檔十檔 都在開口 我想說 這個總是要解決啦 我們在台北斗 怎麼可以不解決呢 所以這個變 我們經過兩年 又加上政黨輪替 所以 我們有稍微開口 但是我們用誠心 以及這個決心去解決 大部分 現在已經沒有問題了 因為我在我第一任 結束前 就能夠開始有 那我還是想聽聽市長說 你說大部分都已經解決 我們要您最大的 是跟建築社會 這個金國合約的問題嘛 是 我們現在如果要跟他 和解 到底我們的市民 要付多少這個和解委員 這裡面 這我們 對 我們會在中央的這裡面處理 所以你 那也是民事民交 也雖然不是在 建築社會 但是也是 中央的議員 在我們這二十幾年 人家已經對的東西 我要和你給我們講 這是應該的 我想 這個北東大樓 為什麼 每一次的定期台會 幾乎每個議員 都非常熱熱 熱熱去討論的一個議題 像人家 大家對這個議題 怎麼變得沒興趣 不要說 因為覺得說也沒效了 我們公論的事情 要有一個結論出來 今天我之所以 我提這個問題 是因為在這個 行政處的工作報告 有看到 行政院給我們的公文 好像就是說 要後果 我們頭前所做的 要重新做規劃 我才想說 那我們這個計算 會不會被消費 這個整個變法 有些是公文來回 有的還好我們要跟高層來回 討論 所以這個變法 我們都會按照這個 但是行的這個 我們當然會回應 所以我們這個已經處理了 好 我也希望說 市長你今天在這邊承諾 就是 我們的特別預算 利用收費 對你 就是說 在那年的以前嘛 會看到我們的行政大 我們的北東的行政 就是你說的 現在你的名稱 要合作市民大樓 或者什麼 反正 我們希望可以在外面的 環保局交通處 不是這樣子講 外面的辦公大樓 不是不是 這個我們叫做市民中心 我們會來給市民 最大的使用 所以你在外面的行政單位 你也不等到算 把他捡回行 這個以後再來演繹 不是啊 天天我們還要處理一下 對 要給我們的市民 來到市府洽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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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最重要 所以我想今天這個十分鐘的時間 感謝我們副議長給我這十分鐘的時間 可以探討我們北洞大樓 也希望這個市府在市民中心的 對 我們一定在中央的經緯特別預算 絕對不可以收回 一定要給你 牙子打水去N宿 然後才把這個解決 包括以前的何副市長 好 謝謝 以上 謝謝 請盛頂靜言 感謝 庭修法議員的發言 各位當仁 今天這個我們開會的時間 又是將近12點半 感謝各位議員的認真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 我們最好的市政總之群到此結束 感謝我們大家 多謝 多謝